遥远的西方大陆上有一个强大的坦格利安王朝 他有十条成年龙 在他的控制下各地领主们都真诚地崇拜他们 他的实力举世无双 可唯一的遗憾就是王室家族的人丁并不兴旺 当王座传到第二任国王维赛里斯手中时 他的后代只有一位公主 虽然王后此时已经怀有生育 可很多人对此不抱希望 因为他之前经历了四次流产 能不能生下来都是问题 就更别提生下一位王子了 更让人揪心的是 小公主雷尼拉对于王权没有半点兴趣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骑着飞龙持平沙场 而且早在几年前就和家族里的飞龙 形成非同一般的默契 国王维赛里斯 不得不将继承人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王后的肚子里 不惜耗费巨量资金召集魔下的领主和骑士来到王城 举办一场比武大赛 为的就是庆祝未来皇子的出生 有大臣建议应该把比赛推后一周 等王后顺利生下孩子再说 可国王却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心 王子一定会在比赛结束前出生 之后便是举过欢腾了 虽然他表面看上去镇定可是心中也没底 因为谁也无法决定为出生孩子的性别 此时的王后更是紧张无比 之前的几次流产仍然历历在目 甚至连顺利生产的信心都没有 就更别说是男是女了 与之相反的是 国王的弟弟戴蒙则是无比舒畅 如果王后没有顺利生下王子 他将顺利成章地成为王位继承人 此时更是直接坐在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象征铁王座上 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 身为王城护卫队统领的戴蒙居然披上金披风 下达了肃清王城的命令 所有士兵就像恶狼一般四处搜集罪犯 即便没有掌握证据 只要觉得这个人犯罪了就开始拳脚相加 有的士兵甚至当场实施刑罚 整座王城顿时陷入混乱 惨叫求饶的声音不绝于耳 最后需要两辆马车才能拖走被肢解的尸款 这件事立刻引起群臣的震怒 即使戴蒙身为亲王也不能如此肆意妄为 尤其是身上的金披风简直就是对王权的亵渎 可戴蒙解释说 只有让所有居民了解律法的残酷 他们才不会坐监犯科 确保王城在比赛期间的安定祥和 大部分臣子都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唯独国王站出来帮弟弟说话 这样做也许能够促进法律与秩序 但希望下次不要用这么残暴的手段 一场针对亲王的审判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实在场的众人都不想节外生之 因为一场重要的盛会即将开始 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比武比赛 王国治下上千名领主以及骑士纷纷报名参加 比赛场地坐满了前来观摩的观众 所有王室族人也都亲临现场 随着国王的一声令响 勇敢的骑士来到比赛场地 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他们个个都骁勇善战并且尽所能地展现自己 因为这场规模超前的比赛将给胜利者带来巨大荣耀 经历完开胃甜点后比赛终于迎来重头戏 国王的亲弟弟戴蒙身穿一袭黑色铠甲 配着烟红头盔 犹如死神一般来到比赛场地 观众席的公主雷妮拉眼中满是羡慕 戴蒙一上场就选择了遇前首相的儿子作为对手 这是对昨晚遭到高官审判的报复 果不其然来回冲锋 还不到两回合 亲王雷蒙就使用阴招绊倒了对方的马腿 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让对手失去知觉 比赛结束后 他还不忘向公主讨要象征荣誉和好运的花环 就在这时有人在国王耳边低于几句 随后他便快速来到王室的产房 原来王后此刻正在分娩 嘴中时不时发出气惨的叫声 医生连忙上来汇报 因而胎位不振无法顺利生产 国王立刻上前安慰 希望坚毅的王后能够挺过这一关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后渐渐失去知觉这是再次难产的先兆 医生连忙把国王叫到一旁 眼下这种情况只能让国王做出抉择 医生有把握用剖腹手术取出孩子 不过王后很有可能失血过多死亡 到底是宝大还是宝小 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可国王根本没得选 外面数万臣民都在等着王子的将士 不知为何 王后此时又恢复了一些神志 国王连忙安慰一切都会过去的 可怜的王后信以为真 脸上的笑容无比轻松 可很快就上来几名护士 紧紧按住王后四肢 医生则亮出了明晃晃的手术刀 随后产房中再次传来凄惨无比的叫声 此时的比赛也到了白热化阶段 所有参赛者全都杀红了眼 即使获胜了也要将对手打到不省人事 比赛场地很快就被鲜血染红 可越是这样现场的观众就越是兴奋 丝毫无法掩饰刻在骨子里的野蛮和疯狂 在场的高官有些看不下去了 难道就用这种方式来庆祝未来王储的出生吗 经过一轮的厮杀和淘汰 亲王戴蒙再次上场 这回他的对手是来自边城公爵 人送外号小狮子 其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双方冲锋几个来回后 雷蒙暂时不敌被打落下来 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不战 小狮子也十分配合地拿出盾牌和流星锤 双方你来我往又是几十个回合过去了 这次戴蒙总算略胜一筹将对方打倒在地 当他准备庆祝胜利时 想不到小狮子再次站起身 一锤将戴蒙打翻 他还打算继续补刀 谁知戴蒙又从袖子中抽出一把短剑 对准了小狮子的大腿 小狮子无奈只好亲口认输 不过能和王国最强的戴蒙打到这个份上 他也是虽败犹容 同样得到了公主赐予的鲜花花环 随后观摩的大臣们 像是家里着火一般纷纷离开了观众席 和比赛场嘈杂喧闹不同的事 此时的产房无比安静 原来王后早在几分钟前 就已经失血过多没了呼吸 好在腹中的婴儿已经成功娶了出来 悲痛欲绝的国王 甚至都没顾上是男侍女 直到医生抱着 擦洗完毕的婴儿过来报喜 国王这才回过神来 他终于多了一个儿子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医生怀中的婴儿已经没了动静 结果这场举国欢庆的盛大庆典 变成了王后和刚出世王子的葬礼 君臣们全都默默看着一大一小两具尸体 难道真是王国的气数已尽 小公主雷尼拉更是无法接受母亲的突然离世 在叔叔戴蒙的提醒下 这才反应过来葬礼还得继续进行 只见女孩朝着远方的巨龙招呼一声 对方立刻挪动庞大的身躯接着张开巨口 一团炙热的火焰喷涌而出 死去的王后和小皇子 在国王不舍的目光中缓缓化为灰烬 不过她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背上 眼下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确认王位继承人 原本弟弟戴蒙是最佳人选 可她生性残暴冲动根本不适合做国王 而国王唯一的孩子雷尼拉却是个女儿身 如果让她当国王 有为国家百年来的传统 一时间大厅内的群臣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权臣 已经盯上了王后的宝座 让女儿以安慰的名义去刻意接近丧妻的国王 虽然她表面上无比服从 但内心却十分抗拒 因为这个叫做阿利森的女人 从小就是公主雷尼拉最要好的闺蜜 试想如果她真的成了王后 那以后该如何面对小公主 相比阴谋算尽的众人 亲王戴蒙此时算是最为轻松的 自觉王座继承人已经非他莫属 居然带着手下跑去喝花酒庆祝 谁知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开了 老国王顿时勃然大怒自己刚刚失去亲人 弟弟不来安慰就算了居然还去开派对庆祝 如果将国家交给弟弟打理 家族十有八九会出现一个昏庸无度的暴君 于是国王忍痛做出一个决定 剥夺戴蒙继承人候选者的资格 让他立刻远离王都滚回边寨小城去 随后国王又将小公主叫到宫殿 说了许多有关龙族的姓名 虽然巨龙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 但这也是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 接着他便正式任命公主雷尼拉成为新的王位继承人 凭着老国王多年来的威望 手下大臣以及领主纷纷开始宣誓 将会永远效忠下一任女王 尽管雷尼拉十分不想继承王位 但延续家族王位的使命让他不得不咬牙接受 当继任仪式举行完毕 国王将家族每代相传的秘密告诉了女儿 这是一个有关兵与火之歌的传说 家族最伟大的长辈曾经遇见了世界末日 这一切将从遥远的北方开始 如果发现苗头不对 丽院国王必须带领全国群起反抗 而此时的亲王戴蒙已经打包好行李 离开王兜前他再次来到巨龙身边 贪婪感受着体内蕴含的庞大力量 以这位亲王的性格 他真会如此甘心地让出唾手可得的铁王座吗 在世界列岛附近 有这样一群无恶不作的海盗 他们以活人喂养螃蟹掠夺了许多来往的商船 负责海上运输的大臣克利斯愤怒至己 家族中已经损失四艘商船 如果再任由威蟹人狂下去 肯定会影响整个维斯特洛大陆的海上航道 而国王和首相依旧选择冷处理 因为威蟹人属于三成同盟组织 王国绝不会轻易和他们开战 这可是历届国王的祖训 至于克利斯家族的损失 国家会想办法补偿 谁知后者听完后更加愤怒了 这种软弱的做法 只会让威蟹人越来越猖狂 毕竟除了他们国王连自己的弟弟都管不住 原来此时距离上次的比武大赛 已经过去半年 弟弟戴蒙被剥夺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后 一气之下骑着巨龙 占据了原本属于公主雷尼拉的领地龙士岛 拥兵自重 这几瓶就等同于叛逆 国王的威严再次受到打击 此时的继承人雷尼拉看不下去了 干脆派遣龙骑士去解决他们吧 让世人再次感受龙族的强大和威严 可国王却觉得这个办法太过冒险 因为现在能够拿出手的龙骑士寥寥无几 继承人雷尼拉恰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他再出个什么闪失 那么国王的血脉就彻底断绝了 于是他连忙打发雷尼拉去挑选御灵铁位 想不到前来参选的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关系户 雷尼拉公主根本看不上 最后他挑中了唯一参加过战争 并在比赛中战胜过戴蒙的骑士克里斯顿 虽然御前首相极力劝阻 让他挑选关系户 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却被雷尼拉无情拒绝了 为此他和首相闹得有些不愉快 当天晚上就跑去找好闺蜜阿利森诉苦 他现在虽然已经是王位继承人 但父亲包括身边的大臣 从没证实过他的身份 举行议会时 雷尼拉从来只有端茶倒水的份 好闺蜜开口劝道 有些事情必须主动争取才行 其实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阿利森自从被父亲劝说 要去争取王后的位置后 三天两头便跑去和国王聊天 并主动迎合对方喜好 对历史和建模表现出极高兴趣 当然盯上王后宝座的可不止他一个 海巫大臣克利斯和妻子雷尼斯 一起找到国王 表示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毕竟现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 如果两个最强大的家族能够联姻 势必会让王国再度繁荣 这个提议对于现在的国王来说 确实是个很好的诱惑 可他心中一直对死去的王后恋恋不忘 为此还特意旁击侧撤女儿的意见 得知对方经常想起母亲后 国王也没再询问找后妈的事 随后他又和御前首相说起这门亲事 这个老家伙心中早就打着算盘 自己的女儿倒贴追了这么久 老国王没动心就算了 居然还想着要去找别的女人 于是首相再次打起感情牌 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多时 但有时仍然会感觉心痛 即使国王迎娶了新的王后 但他也不会表示羡慕 国王的心中再次泛起嘀咕 干脆直接约见克利斯的女儿找找感觉 谁知对方只是个乳秀未干的毛海 犹如好奇宝宝一般不停询问 有关巨龙的传说 国王顿时悔得肠子都轻了 尤其是他故作沉稳地 背诵出了父亲交代的台词 国王因此彻底打消了 和克利斯家族联姻的想法 可对方显然没有就此放弃 克利斯的妻子无眠女王雷妮斯 特意找到公主雷妮拉 劝他放弃继承王位的想法 因为国王终究会迎娶新王后 生出新的男性继承人 到时候女王便会被架空和替换 虽然雷妮拉表示自己会反转一切 可雷妮斯却一语惊醒梦中人 你觉得那些大臣 会让一个倒酒的公主 成为新的国王吗 他们宁愿将王国复制一句 而且雷妮斯之所以称为无眠女王 就是因为她也参与过王权之争 最后因为种种阻力败下阵来 此时的国王还在 因为王后的事情头疼不已 并将心中的烦恼吐露给阿丽森 这个女人跟她的首相父亲 简直一模一样 心中明明想上位 手都快抠出血了 却依然故作镇定 顺势送出国王最喜欢的巨龙模型 这让后者触动很大 既然迟早都要迎娶王后 为什么不挑一个自己中意的 就在这时属下前来汇报 国王的弟弟戴蒙偷走了一颗龙蛋 这可是动摇根基的大事 好在对方留下的书信表明了态度 而且新的女王已经怀孕 按照家族传统 龙蛋将留给戴蒙未来的王子 并邀请国王参加他的婚礼 起初国王并不怎么生气 可当大臣透露出另外两条消息后 一切都变了 首先戴蒙迎娶的新人妻子 居然是位市井封城女子 其次他偷走的龙蛋 原本属于国王刚出生 变夭折的可怜王子 这下彻底惹怒了老国王 当即表示要出征要回龙蛋 御前首相连忙表示 还是让我去吧 陛下亲自前往太过危险 临出征前首相还特意叮嘱女儿 为了和国王拉近关系 老父亲这也是豁出去了 女儿一定得把握机会 没过多久 首相奥托便带着精挑细选的骑士 抵达戴蒙所在的巨龙岛 这里只有一条狭小的过道能够通行 绝对是个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可首相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一上来就趾高气扬地宣布 要让戴蒙交还龙蛋 并永远放逐风尘女王后 戴蒙却玩世不恭地表示 爱可以超过所有法规和传统 胡扯一大堆提都没提龙蛋的事 首相感觉自己受到侮辱做事就要发作 谁知对方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有骄傲的底气和本钱 就在男人拔出佩剑的一瞬间 一身亢奋的龙影响彻天际 他的巨龙登场了 磅礴的气势蔓延开来 首相连同一众骑士 全背下的冷汗直冒大喊着赶紧收起刀片 好在关键时刻 小公主遇龙而来 气势比起戴蒙的巨龙丝毫不落下风 这下双方实力再次对等 不过小公主比起首相来更加有恃无恐 要么双方展开大战 要么就交还龙蛋 随后就摆出一副西听尊便的模样 戴蒙沉默良久 最终选择妥协交还了龙蛋 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 此时并没有和王国交战的实力 而且还师出无名 如果想要正式决裂 他需要一个一呼百应的契机 可戴蒙万万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 此时的国王已经认定了新王后的人选 不过谨慎起见 他再次询问法务大臣的意见 如果拒绝海务大臣克利斯的联姻请求会怎样 对方十分坦诚地表示 这样非但会失去一个增强实力的机会 还有可能增加一个潜在的威胁 因为克利斯家族的势力是人皆知 国王从小到大最反感受人威胁 因此心中更加抵触了 就在这时 国王得知了公主擅自骑龙 干预交涉的事情心中感觉无比窝火 如果他死在那里 那么国家的唯一继承人就没了 可雷尼拉听尽了闺蜜的建议 觉得这是自己的主动出击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他还深深感受到 这个继承人的身份简真就是套在身上的家族 于是第一次主动提出 父亲应该迎娶一个新的王后了 这让老国王十分欣慰 他正愁该如何解释迎娶王后的事情 心中暗松一口气 但脸上的表情无比坚定表示无论如何 雷尼拉始终都是王位的唯一继承人 第二天一大早 国王在众臣面前 宣布自己即将迎娶新任王后的想法 至于人选的问题 老国王卖了个关子 这让在场的众人神色各异 大部分人都以为是海巫大臣克里斯的女儿 谁知真正的人选居然是玉前首相的女儿阿里森 克里斯气得当场离喜 用行动表达了不满而公主雷尼拉也是目瞪口呆 他到现在才知道 好闺蜜居然早就惦记着自己母亲的位置 显然老国王的这个决定极其不明智 为了爱情白白措施联合王国最强大家族的机会 还将对方推到敌对势力那边 此时克里斯正在和戴蒙偷偷碰面 他的家族空有强大实力 可因为国王的忽视一直得不到施展 而戴蒙的遭遇也同样如此 两人当即一拍即合 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就是肃清石阶岛的威胁人海盗 这样既可以保住利益不再蒙受损失 更重要的就是证明自身的实力和价值 借此来吸引更多的盟友 至于后面还要做什么 两人都十分默契地没有提及 一头飞龙正在疯狂屠戮岛上的海盗 犹如降维打击一般 海盗们只有抱头鼠窜的份 可他们也不傻 纷纷躲进事先准备好的 煽动弦熟的拉弓还击 这下巨龙反倒成了火把子 龙背上的亲王戴蒙只能不甘地飞走车腿 这不知道是第几次围剿失败 海运大臣克里斯面如死灰 他顶着巨大压力和亡国叛徒戴蒙联手 私自派兵围剿 十阶列岛的威胁人海盗 谁知对方比想象中强大得多 即使有龙骑士戴蒙加入也迟迟无法取得胜利 反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甚至还有覆灭的危险 十阶列岛失利的战报很快传到国王的面前 可对方却丝毫不为所动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国王新出生的王子将迎来第二个命运日 距离他迎娶首相的女儿阿利森已经过去整整三年 新王后不仅成功给他生下一个儿子 而且肚子里又怀了一个 老国王心中高兴决定大肆庆祝一番 带领众臣前往皇家御林狩猎 要说此时最憋屈的就是公主雷尼拉了 多年的闺蜜变成后妈不说 随着新王子的出世 他王位继承人的身份估计也保不住了 平常对王后阿利森一直没有好脸色 连带着对国王也疏远许多 只不过亡命不可为 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和家人一同前往御林狩猎场 当国王和王后带着小王子走出马车时 迎接他们的是无数臣民的欢呼声 皇室家族在天南丁 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雷尼拉却高兴不起来 独自走在宾客满座的宴会厅 没有一个人上前打招呼 形单影只显得无比落寞 这让雷尼拉感觉非常不适 当即转身离开宴会厅 来到外面的急镇上 谁知在这里却遇到了更加烦心的事 杰森家族的长子第一次看到雷尼拉 居然就以她的丈夫自居 旗帜还要在家族里建造龙血 方便雷尼拉以后的生活 公主心领神会 知道杰森并不敢如此大胆 一定是国王父亲撮合的这门轻视 于是气愤地跑去质问 国王十分大方地承认 雷尼拉已经成年是时候结婚生子了 雷尼拉十分反感父亲的擅自指婚 这让她觉得自己就是拉拢势力的商品 好在一旁的首相及时开口打断了父女俩的争吵 刚刚护卫在御林中发现一头雄鹿的踪迹 这可是给小王子命名的好兆头 因为在巨龙出现之前白鹿就一直是王权的象征 首相在旁不停搅舌头 小王子果然是天命所归 根据现场的足迹和粪便 护卫推测追上雄鹿还需要三个小时 国王只好再次回到宴会厅等待 可他连一刻安静的时光都无法独享 御前首相知道国王在为女儿的婚事烦恼 于是出了个愧主意 那就是将公主许配给刚刚两岁的小王子 也就是他自己的外孙 这样既能阻挡前来提亲的家族 而且还肥水不流外人铁 国王听完后真想扇他几个耳光 当首相拾去地离开后 国王看着满大厅的臣子 忽然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 他能掌控在座所有人的生死 却偏偏无法左右女儿的命运 这时候总算有为臣子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建议 可以将公主许配给海云大臣克里斯家族的长子 这样不但能够弥补之前的裂痕 还能让两大家族强强联手 这个提议总算让国主动了心 可他却忘记了 驱强的女儿怎么会轻易就反 此时的公主心中正憋着火气 骑着马快速朝着森林中冲去 新上任的御灵铁卫克里斯顿见状 生怕他有什么闪失 连忙骑马追了上去 经过路的风驰电掣 总算在河边勒住了公主的马匹 克里斯顿是公主亲自提拔上来的御灵铁卫 家族地位也因此急剧提升 心中自然无比感激不停在旁好言相劝 可雷尼拉像是陷入矫情的深渊 眼看都天黑了硬是赌气不肯回去 御灵铁卫嘴都说干了也无济于事 只好坐下来陪他一起 就在这世不远处的马匹像是受到惊吓 铁卫克里斯顿立马察觉不对劲 悄悄拔出利剑环顾四周 好在关键时刻 克里斯顿上前一剑刺穿了野猪的脑袋 而公主则趁机疯狂捕刀 像是在发泄心中的委屈和不甘 第二天一大早国王再次来到御灵 此时雄鹿已经被守卫捕获 只等国王完成最后的击杀 唯一的仪就是这只鹿并不是白色的 老国王拿着尖毛缓缓上前 双手用力猛地刺了下去 想不到熊鹿就跟没事人一样 一旁的守卫赶忙提醒 再偏一点刺中要害才行 虽然国王最终还是完成了击杀 可现场只有稀稀拉拉的掌声 不得不承认国王真的老了 反观公主这边 居然幸运地遇上一只象征王权的白鹿 难道他真是天命所归 没过多久 公主带着死去的野猪回到集市上 脖子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 所有人都正正地望向他 乍一看上去确实多了几分鹦鹉 这让御前首相感受到了强烈危机 连忙跑去找到王后女儿 劝他尽快跟国王提议 将公主王位继承人的身份 转让给新出生的小王子 可王后阿利森也是个人精 他很了解国王的心中所想 所以废除继承人的事提都没提 反而问起国王会不会派兵 就连十阶列岛来 国王打心底认为戴蒙和克里斯 就是不听调遣的叛徒 他们死了更好 怎么会派兵增援 阿利森却表达了不同意见 如果让海盗赢了 他们会更加猖獗 国家也将蒙受更多损失 如果国王派兵增援 还会让外界认为 国王是一个不计前嫌 重视兄弟感情的人 这些话让国王豁然开朗 转眼便写了一封 即将派遣增援的书信 转交给戴蒙 而公主雷尼拉 经过昨晚的事情后 好像也成长不少 居然直接找到国王 将心中的不满 全都表达出来 认为国王将要废掉 自己继承人的身份 所以才会把她嫁出去 换取更多利益 老国王叹口气 没想到女儿的政治觉悟这么低 她郑重其事的 以死去的爱妻启事 绝对不会废掉 公主继承人的身份 之所以如此急迫地 想把她嫁出去 其实是希望能帮公主 拉拢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不得不说雷尼拉和王后阿利森 在政治上的表现 简真天差地别 另一边的石阶列岛海域 这群围剿海盗的士兵们 已经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 因为无论怎样炮轰海盗 硬是全程龟缩在山洞中 一大群将士只能干着击 眼看带来的粮食即将耗尽 估计连三天都撑不下去了 不少将领将失败的原因 归咎在戴蒙身上 没出兵时把牛皮吹上天 结果上了战场就跟软脚虾一般 其实戴蒙也是有苦说不出 总不能让巨龙缩小身子 钻进山洞里和敌人火拼吧 就在这时国王的亲笔书信 恰好送来了 对方说已经派遣了 士艘战舰和两千士兵 前来石阶列岛 请务必让弟弟戴蒙保住性命 等到援军的到来 戴蒙看完书信后并未感激 反而感到莫名的耻辱 他之所以前来参战 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实力 结果却成了一个大笑话 也许是刺激太大 戴蒙决定豁出去了 只见他孤身来到海盗龟缩的小岛 无比帅气地扯下一块白布 随后将他高高举起 想不到他居然是过来投降的 海盗首领正正地看着戴蒙心中满是疑惑 不知道他闹得哪一出 于是试探性地派遣几名手下 前去接收戴蒙的投诚 不过他也留了个心眼 偷偷让弓箭手提前准备 转眼间几名士兵来到戴蒙的身前 居然顺利地接过了佩剑 谁知下一刻 戴蒙忽然抽出匕首斩杀过来 几名士兵转眼间就被灭掉 弓箭手连忙放箭攻击 可都被戴蒙一一毙过 于是海盗派出更多士兵开始追杀龙骑士戴蒙 要知道他在亡国中的分量可不轻 如果成功击杀将是一份巨大的荣耀 可戴蒙要比想象中勇猛得多 一小股海盗根本无法打败他 首领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终决定清朝而出 这回总算将戴蒙团团围住 谁知关键时刻炙热的火焰从天而降 一名龙骑士忽然现身 原来这才是戴蒙甘愿以身犯险的一仗 部队中不止他一个龙骑士 随后海蛇克利斯也带着大部队冲杀而来 和这好不容易现身的海盗战成一团 而戴蒙则趁机冲向山洞 朝着海盗首领跟去 在如此开阔的地带 飞龙才能发挥最大实力 也是战场上的真正主宰 没过多久海盗开始出现溃败 而戴蒙则拖着海盗首领的半截身子走出山洞 这群难缠的威胁人海盗终于覆灭了 天空中传来一阵洪亮的龙鸣声 公主雷尼拉知道 那位桀骜不驯的叔叔带蒙回来了 距离上次的十阶列岛大战 已经过去整整一年 在此期间雷尼拉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父亲安排的无数场相亲 他经历的最后一战 便是王国最坚固的城堡之一封西堡 身旁还有陆家的画室人 伯蒙德拜拉西恩公爵作陪 只不过前来求亲的没有一个能入公主法眼 虽然背后都站着名声显赫的家族 可不是年过半百的老者 就是乳秀未干的孩子 公主觉得这哪里是在相亲 于是鱼翠站起身草草结束了这场相亲大会 他只想早点完成任务回到军林城 谁知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刚刚回到家就遇到一出好戏 亲王戴蒙剿灭威胁人海盗 意气风发地回到军林城 手里还拿着敌方首领的武器 需要融合到铁王座里 这是国家多年来的传统 可国王却眉头紧锁 因为戴蒙头上带着王冠 这是要称王的节奏吗 戴蒙赶紧解释战胜三城同盟会后 民间便称他为狭海之王 可随即画风一转单膝跪地取下王冠 大声表示普天之下只有哥哥一位王者 国王甚感兴慰随手接下王冠 将这位又爱又恨的弟弟抱入怀中 现场传来一片掌声 随后兄弟俩来到后院赴宴 借此增进兄弟感情 只有雷尼拉因为私自结束相亲之旅 害怕父王责怪 独自坐到了无人的角落 王后阿利森见撞联盟上前安慰 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 这对决裂的闺蜜似乎又缓和了不少 雷尼拉随口说了句 自己迟早会成为生育继承人的工具 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王后阿利森感到一阵心疼 她嫁给国王何尝不是为了继承人的归属 雷尼拉似乎也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 联盟出身安慰眼神中满是愧疚 从表面上看他俩的感情的确增进了许多 当宴会结束 雷尼拉单独找到叔叔戴蒙 询问他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 对方只是笑而不语 摸了摸雷尼拉脖子上的项链 这可是自己亲手送给他的 随后便眉头莫尾的来了句 他回来只是想体会家庭的温暖 一言一行中处处散发着桀骜的洒脱 这些都是雷尼拉无比向往却又得不到的东西 眼神中尽是艳羡之色 随后两人又聊到婚姻问题 戴蒙说家族的婚姻需要服从政治安排 可结婚之后反倒更加自由 雷尼拉从小接受正统教育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 瞬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结束完这场意义非凡的对话 雷尼拉又赶到下一场 国王正带着重臣 谈论养蛇为患的话题 这次觐见戴蒙虽然回来了 可并没有看到海蛇科利斯的身影 说明对方还在为几年前 国王拒绝联姻的事情生气 而且首相奥托还听说 海蛇正准备将女儿兰娜尔 许配给布拉佛斯的海王之子 布拉佛斯可是个赫赫有名的存在 泉油中的两个重要元素 无面者以及铁金库 都是出自这里 奥托的潜在意思非常明显 本就实力强大的海蛇 如果和自由贸易联邦结盟 势必会对铁王座形成威胁 除非咱们能更快和海蛇联姻才行 一旁的雷尼拉忽然感受到 树到期盼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她的心中无比清楚 自己沦为政治工具的日子 只怕是越来越近了 回到房间后刚准备休息 雷尼拉发现桌上被人放了两样东西 一件乔装用的衣服和一张地图 原来这些都是戴蒙亲自准备的 她要带着侄女体验世上真正的快乐 随后两人拉着小手 开启了君临城的夜生活之旅 雷尼拉压抑许久的内心得到彻底释放 因为市井的街道中有着很强的包容性 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机敏狗盗 都能得到开心和满足 可他们唯独有一件事情无法容忍 那就是由女人掌管的王国 雷尼拉看完后心中很不是滋味 也许这才是戴蒙的真正目的 可她的计划并未就此终结 随后又带着雷尼拉来到城里最大的风月场所 小公主简直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心中对戴蒙的爱慕之情也彻底迸发 但就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戴蒙及时踩下刹车迅速闪身离开 雷尼拉求而不得 可心中的火焰并未熄灭 简真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居然找上玉林铁为克里斯顿 这个男人自从被公主提拔后 一直都对他忠心耿耿极力呵护 即便被对方如此要求 心中也无法生起丝毫抵抗的念头 就在二人共赴云语的时候 御前首相奥托已经得到雷尼拉和戴蒙一起进入风月场所的消息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他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国王 而且还添油加醋一番说雷尼拉和戴蒙偷长了禁国 老国王听完后气急返校 他并没有责怪女儿的胡作妃为 而是将奥托痛骂一顿 你派人时刻跟踪公主 无非就是想找机会黑他 以前国王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这回不仅关系到公主 甚至还会影响整个王族的声誉 随后他便直接将奥托赶了出去 平中后的皇后听完了所有对话 第二天一大早便将雷尼拉约到神木林 此时的他一身正气 质问雷尼拉为何做出如此荒唐的事 后者了解完首相找国王告黑状的经过后 信誉且淡地表示自己和戴蒙只是逛了一些地方 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为了增加可信度甚至拿出已孤的母亲启示 这让王后也不得不怀疑 难道是父亲的情报错了 接着他又立刻化身好闺蜜 奉劝雷尼拉千万要注意自己的明解 否则将会给自己甚至家族带来巨大影响 雷尼拉这边算是解释清楚了 可戴蒙这边却出现了意外 国王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还未醒酒的戴蒙抓了过来 质问他昨晚到底干了什么 谁知戴蒙居然承认和雷尼拉发生关系了 这让老国王瞬间暴跳如雷 谁知戴蒙接着补充道 既然公主的名声已经被玷污 何不将错就错将公主许配给自己为妻 老国王虽然在气头上可也明白戴蒙的用意 弟弟哪里是要自己的女儿 分明是想要自己头上的王冠 随即下令将他逐回谷底 兄弟俩永不相见 注意看国王当时用的匕首 正是全由中二压用的那把 接着王后赶紧跑过来劝慰 咱们应该相信雷尼拉的话而非戴蒙的 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激怒国王 字里话间满是挑拨之意 可老国王却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毕竟雷尼拉和戴蒙都含有龙之血脉 做出一些混乱无序的事情并不稀奇 随后国王又将雷尼拉召唤过来 跟他讲述了有关匕首的起源 并再次叮嘱千万不要忘记 兵与火之歌的使命 不要被事件的欲望蒙蔽双眼 雷尼拉还想解释一下跟戴蒙的误会 可国王却满脸的不以为意 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对错 而是如何将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雷尼拉赶紧出家 而夫婿也帮他选好了 就是海蛇所在家族的兰尼诺瓦列利安爵士 他们拥有海上最强舰队 一旦联姻无疑会让王国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公主雷尼拉知道这次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 既然是为了国家的强大 她可以答应这门婚事 不过在此之前父亲必须除掉王国的一颗毒瘤 那就是御前首相奥托 原来公主也早早察觉出了奥托的野心 一步步步去让女儿爱丽森成为王后 随后诞下王子 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外孙成为下一任国王 为此不惜处心积虑对付雷尼拉 她的做法已经将自己家族的利益 凌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 根本不适合继续担当首相 其实不仅仅是她 就连她的女儿王后在看似善良单纯的外表下 也藏着一副狠毒的心肠 王后曾经不停劝告公主要重视清白和真减 这样无形中就断掉了对方嫁给戴蒙的可能 而且她还三番五次在国王面前数落戴蒙的不是 无非就是害怕雷尼拉真的和戴蒙联姻 这样王后生下来的新王子 就更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了 国王在为许多年其中的关系自然看得通透 她其实早就产生了废掉首相的想法 恰好这次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于是奥托就这样被剥夺了御前首相之位 与此同时国王命令大学士 给公主雷尼拉送来一杯茶水 她便是专门用来打掉腹中胎儿的龙茶 公主雷尼拉和叔叔戴蒙斯混 老国王终于狠下心来 打算将雷尼拉许配给海蛇科利斯的儿子 只是这个家族早就不像之前那般忠心 国王为表诚意决定亲自乘船前往朝头岛 找海蛇商定这桩婚事 这一路上他是吃尽了苦头 风尘仆仆抵达后 克利斯居然摆起了架子并未亲自出门迎接 只是让女儿出来做做样子 国王强压心头怒火 带着新上任的御前首相来昂摟 静止来到会客大厅 海蛇科利斯见到众人进来 这才慢慢从座椅上站起身 国王一刻都不想在这里躲待 正准备谈起婚姻的事 克利斯立马抢先开口 有消息称戴蒙的原配夫人雷亚 前两天因为骑马意外摔死了 可她是远近闻名的骑马和猎捕高手 显然她的死令有隐情 其实克利斯猜的没有错 雷亚夫人正是被戴蒙亲手害死的 但怎么说戴蒙也是国王的亲弟弟 克利斯是在借助这件事 嘲讽和王室联姻的悲惨下场 国王的脸上都要大出水了 只好强行终止这个话题 硬生生说出要将女儿雷尼拉 嫁给克利斯二子兰尼诺的想法 克利斯其实早就猜到国王的来意 表示两家联姻自然没问题 但是在此之前 要确认雷尼拉将来是否能够继承王位 国王无比严肃地表示肯定 而且公主和兰尼诺的第一个孩子 无论男女都将继承下一任铁王座 但克利斯要的远不止这个 再次开口询问那么孩子应该跟谁行 这可触及了国王的底线 铁王座必须世代传承在坦格利安王族 不可能在雷尼拉手上就断蛋了 克利斯则一言不发 显然是用沉默来表达不赞同 国王只好退让一步 雷尼拉的第一个孩子可以随父姓瓦列立安 但是登上铁王座后 必须改回母亲的皇族姓氏坦格利安 这算是不得已的折中方案了 海舍克利斯这才松口答应 国王见事情谈成 当即表示要返回军林城 而此时的雷尼拉正和未来夫君兰尼诺在海边散步 他心中一直记得叔叔戴蒙的教诲 婚姻是为政治服务的但结婚后就自由了 雷尼拉居然主动提出 咱俩结婚都是家族的安排无法违背 可结婚之后就各个各的互不干涉 谁知这个提议立马得到兰妮诺的赞同 原来她也不是什么好鸟 根本就对女人不感兴趣 这样算是郑重下怀了 而雷尼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即使要奉命结婚了 她的心中仍然装着别人 而眼前的玉灵铁为克里斯顿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公主三番五次的示好 克里斯顿早就动了情 甚至提出想要带雷尼拉私奔 去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自由自在生活 这些虽然都是雷尼拉极力追求的 可她很快冷静下来 如果自己就这么跑了 将要背上世人的骂名 嫁给王公贵族才是她最终的宿命 随后雷尼拉有些小激动地告诉克里斯顿 她和未来夫君已经商量好 结婚之后也能和别人撕毁 克里斯顿听完后顿时火冒三丈 她才不想从堂堂的御灵铁卫 变成见不得光的小奶狗 当一行人好不容易回到军林城 国王因为连日来的劳顿 刚下马车就晕倒在地 远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的王后却始终无动于衷 原来她现在的日子也相当不好过 父亲奥托被剥夺了御前首相之职 即便在离开前 她的心中仍然对女儿怨念滔天 因为阿丽森曾经告诉国王 公主雷尼拉是清白的 这无疑坐实了奥托想要诋毁公主的事实 阿丽森当场就怒了 还不是你一心想要将外孙捧上王位 谁知奥托一语惊醒梦中人 如果以后老国王不在了 公主雷尼拉为了巩固王位 必然会除掉小王子这个最大隐患 选雷尼拉还是自己的孩子 阿丽森必须尽快想清楚 随后奥托便惆怅地骑马离开 只留下王后独自挣扎在这场权力的漩涡中 可尽管这样王后还是相信公主雷尼拉是清白的 因为对方曾经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启示 那天晚上和戴蒙并未发生什么 可随后她的内心又开始动摇了 因为新任首相的儿子 阴阳怪气地告诉王后 大学士亲自给雷尼拉端了一碗龙茶 如果真没发生什么 为何要给她喝这种药 满腹狐疑的阿丽森见到联姻大队回来后 便第一时间将御前铁为克里斯顿照到自己的房间 对方全天24小时守护在雷尼拉身边 自然知道她那天晚上有没有和戴蒙在一起 让人意外的是王后只是开了个头 我听父亲说了 雷尼拉做了一件有为道德的事 谁知克里斯顿这个时尚孩子立马招了 说那天晚上是她受到了公主的引诱 要杀要寡西听尊便 王后阿丽森听完后心中泛起滔天巨浪 她还是错怪父亲了 雷尼拉虽然不是和戴蒙私混 但和自己的侍卫在一起罪名同样不小 可王后很快恢复平静 也没有怪罪克里斯顿的意思 而是选择让她先行离开 可怜的国王好不容易清醒 询问的第一句话便是王后怎么还没过来 心愿的御前首相守在身边 说他正在忙别的事情 此时的国王看上去非常虚弱 像是预感到自己的大县将至 鬼使神差地询问首相 自己死后史书上会如何评价她的一生 毕竟自己没有上过战场 也没扩张过一寸土地 说着说着就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画面一转 两条飞龙急速在空中飞翔 海面上也有无数大船都在朝着军林城驶去 显然王国发生大事了 好在并不是国王驾崩 而是王位继承人雷尼拉和瓦列利安家族的继承人 兰尼诺即将举办婚礼 对于这两家的强强联合 前来恭贺的家族臣子数不胜数 让国王有些尴尬的是 王后此时并未到场 当所有宾客差不多到齐后 海蛇克利斯终于带着家人登场 国王率领众人起身迎接 雷尼拉立马上前将自己的夫君迎上台 就当大家准备落座时 亲王戴蒙居然不请自来 现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国王更是怒火中烧之前将她赶回谷地去 就是不想有人再提起她和雷尼拉的绯闻 可国王也不好当场翻脸 只好强忍怒意安排弟弟坐下 接着便站起身开始给婚宴致词 终止发言等王后走上台落座后 国王赶紧接着发言 接下来将举办七天的比武大会和盛宴 等一切结束就为公主举行王室婚礼 话音刚落 雷尼拉便拉着未来夫君来到会场中央 在众人的瞩目下开始跳起热舞来 兰尼诺的老乡好眼睛中都快喷出火了 不过他很快发现 遇前铁位克里斯顿的眼神和自己很相似 立刻猜到他就是公主的老乡好 当两人跳完一支舞后 所有人纷纷上台加入其中 整个宴会厅顿时热闹无比 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开始活络起来 首先是戴蒙王妻的堂哥 直接上来质问是不是戴蒙害死了妹妹 戴蒙丝毫不将对方放在眼中 甚至放下狂言 等婚礼结束后将去妻子的老家福士城接收遗产 因为他的妻子正是福士城的继承人 一旁的国王看着这个猖狂的弟弟心中连连叹气 谁知接下来更让他气愤的事情发生了 戴蒙居然禁止走到雷尼拉身旁 打去他将步入无聊的婚姻坟墓 而雷尼拉就像是斗气的小女生 你有本事就从国王的御灵铁卫中杀出一条血路 带我去龙石岛娶我为妻 远处的国王并不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可二人亲密的动作还是让他十分不爽 而莱尼诺的老相好也不甘地来到克里斯顿身边 见兮兮地表示 咱俩因为这场婚姻也产生了甘丝万缕的关系 以后大家继续和各自的欣赏人在一起 但必须保守这个秘密 克里斯顿表面一言未发 心中却无比窝火 他想要的是和公主长相厮守 并不是这种畸形的爱恋 忽然会场中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所有宾客乱成一团 纷纷朝着四周退让露出中间的空底 原来是克里斯顿对兰尼诺的老相好动手了 国王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忍不住喷出几口老血 当现场好不容易平息下来 这位老相好已经被捅得面目全非 兰尼诺则在一旁痛哭流地 一场热闹的宴会就这样草草收场 国王现在也没心思再举办什么比武大会了 干脆就在宴会大厅给公主和兰尼诺 举办了一场寒酸的婚礼 谁知婚礼刚刚结束 老国王便再次吐血昏死过去 而玉林铁为克里斯顿默默来到宫殿外 他刚刚的杀人行为也许并不是冲动 而是想给公主雷尼拉送去一场无人干扰的幸福婚姻 就当克里斯顿准备自行了结 是王后阿利森突然制止了他 距离公主雷尼拉与海蛇之子兰尼诺的婚事 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今天她顺利产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 可连水都没来得及喝就有事从前来传令 说王后想亲眼看看新出世的孩子 雷尼拉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仆人说让她抱去就好 可雷尼拉却强忍剧痛坚持要亲自送孩子过去 可见这些年来公主和王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于是就这样雷尼拉在丈夫兰尼诺的晚服下 蹒跚着来到王后请宫 门口的守卫正是御灵铁卫克里斯顿 只不过对方的眼神中尽是冷漠 雷尼拉也没搭理她静止穿过房门 终于见到了风云犹存的王后阿利森 这时候老国王也从天房中走了出来 想不到她到现在还没去世 只是明显苍老许多 王室家族又添一名龙骑士 老国王自然是高兴万分 当问及婴儿的名字时 丈夫兰尼诺抢先达到就叫乔府里巴 现场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因为皇室家族很少会起这个名字的 王后趁着众人不注意翘翘凑到兰尼诺的身旁 说了一句杀人诛心的话 这就是雷尼拉坚持亲自送孩子过来的原因 原来在王后的眼中 这个孩子的父亲根本不是兰尼诺 至于到底是不是他们两口子心知肚明 公主的专属房间内 御前首相的儿子王承守 被军司令哈尔温 正在陪公主的另外两个孩子玩耍 对此见怪不怪 而且还顺手将刚出生的三儿子 送入哈尔温的怀中 接着又无比识趣地离开房间 不用想也知道这个守备军司令 才是雷尼拉的爱人 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这从他们的发色上也能看出尼端 画面一转一只幼小的飞龙 从漆黑的龙洞中走出来 这是雷尼拉大儿子杰卡里斯的坐骑 在驯龙师的教导下 他已经能够初步掌控这头幼龙了 只见杰卡里斯一声令响 飞龙大口一张 炙热的火焰喷向不远处的山羊 一盘烤群羊瞬间成形 而王后阿利森的小儿子伊蒙德却羡慕不已 因为几个孩子中只有他没有飞龙坐骑 亲哥哥伊耿煞有见识地安慰伊蒙德不要灰心 大家特意帮他准备了凶猛的坐骑 结果一头插着翅膀的母猪被牵了出来 在所有人的开怀大笑中 伊蒙德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按照龙之家族的传统 每个婴儿的诞生都会配备一枚龙弹 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坐骑 只不过伊蒙德比较倒霉 他的龙宝宝还没孵化出来就夭折了 伊蒙德不甘天天被玩伴嘲笑 于是再次走进龙洞中 这个男孩正在黑暗中艰难前行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龙吟 接着下一刻男孩不得不落荒而逃 夺蛋计划再次失败 伊蒙德也被守卫带到母亲阿利森面前 当他知道自己的孩子 被雷尼拉的两个孩子嘲笑后 连忙去找老国王告状 直言雷尼拉生下的都是野孩子 国王虽然年纪大可一点都不糊涂 猜到这场恶作剧 肯定是王后的大儿子伊蒙主导的 王后心中的火气瞬间生腾起来 哪有亲爹会这么看待自己的孩子 终于忍不住说出了憋在心中许久的疑惑 公主雷尼拉和瓦列利安家族的兰尼诺都是白头发 为什么连生三个孩子都是黑头发 老国王听出了他话外的意思 立刻出言打断警告王后不要再提及此事 否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王后表面上没再说什么 可回头就跟玉林铁为克里斯顿吐槽起来 原来十年前的婚礼大典之后 克里斯顿因爱生恨彻底和公主闹拜 准备自我了结是恰好被王后阻止 从此便投入了他的账下 和克里斯顿发完劳意后 王后便找到自己的大儿子伊耿 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戏弄自己的亲弟弟 伊耿却完全没当回事 王后差点崩溃了 于是再次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们兄弟俩应该团结一致 去对付雷尼拉家的几个孩子才对 如果让他掌权 你们两个傻兄弟可能性命不保 原来王后到现在还没死心 坚持认定只有自己的大儿子尹耿 才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掌权者 也许是王后的一番化起了作用 伊耿在第二日的剑术练习中格外卖力 老师克里斯顿倍感欣慰 忍不住悉心教导一番 一旁的守备军司令哈尔温看不下去了 怎么就只看到老师教导王后的孩子 偏偏将公主的两个孩子晾在一边 这也太不公平了 克里斯顿立刻上了火气 我的教学还需要你来指点 随即一把扯出雷尼拉的长子杰卡里斯 让他和王后的长子伊耿对决一场 长子对长子这场较量很公平 可两个孩子相隔了好几岁 雷尼拉的孩子被打得连连后退 哈尔温看得眼睛都快喷火了 眼前被欺负的可是自己的亲儿子 不过碍于老国王在场 他也不好发作 结果杰卡里斯被打得满地打滚 克里斯顿还在旁不停地煽风点火 哈尔温看着心痛 终于忍不住出手制止了伊耿 克里斯顿见状立马出言嘲讽 你为何会对王子的训练如此伤心 他们又不是你儿子 哈尔温听完后心中的怒意彻底爆发 结果他因为回答玉林铁卫 被侍卫给抓了起来 公主雷尼拉原本想去偷偷看望 却无意中听见哈尔温和他父亲的对话 后者身为狱前首相什么问题都看得无比透彻 觉得哈尔温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和公主走得太近了 俩人不清不楚的关系连瞎子都能看出来 老国王之所以不戳破 只是他为了女儿故意装糊涂吧 一通对话下来也让自诩聪明的公主雷尼拉彻底醒悟 原来他荒唐的婚姻生活早被许多人看穿 如果再继续下去 他的继承人身份很有可能不保 就在公主感到身身无助时 名利上的丈夫兰妮诺再次带来坏消息 因为三成同盟会的卷土重来 十阶列岛再起战事 天生好战的兰妮诺决定前往十阶列岛迎战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听说那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将军 而且还穿女装 兰妮诺一定要去一清方泽 雷尼拉听王后立马怒了 这十年来你和任何人在一起我都不阻碍 现在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刻 你可不能临阵脱逃 转眼来到御前会议上 雷尼拉明显感觉气氛有些古怪 王后处处搞针对不说 一些群臣也不再给他帮腔 公主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于是当着众人的面向王后道歉 表示都是因为自家的孩子太顽劣 才带来了两家的冲突 他愿意给王后的小儿子额外提供一枚龙弹 开举双手赞同 可王后却满脸冰霜并未当场发表意见 老国王还想再劝劝 这可是亲上加亲的大好事 王后终于说出了内心想法 他觉得雷尼拉的孩子 就是杂种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老国王愁得头发都快掉光了 这时候御前首相又过来找事 他是来替自己的儿子求情的 希望国王能够放了哈尔温 他将亲自送儿子离开军林城 回老家继承自己的领地 这是喜托和公主绯闻的最好方式 老国王自然一口答应 可王后心中很不适滋味 自己好不容易占据一点上风 总不能如此快就败下阵来吧 即使哈尔温回到老家继承家业的他 也将是公主的一大助力 于是他悄悄找到御前首相的另一个儿子 对方因为缺腿一直未得到重用 得知弟弟哈尔温要继承家业 一个恶毒的计划很快在心中成形 只见他独自来到关押死囚的监狱 以救免刑罚为条件 让其中三人去做一件事情 哈尔温回到自家城堡的当天夜里 房间中突然燃起大火 而房门却被人牢牢固定死 大火整整持续了一夜 可怜的哈尔温被烧成了焦炭 而公主雷尼拉此时也预感到 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宫廷 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来到了 自己的领地龙氏岛 国王的弟弟戴蒙自从杀了原配后 再次娶了海蛇克利斯的女儿兰娜尔为妻 两个龙骑士多年来游遍王国每个角落 期间还生下一名女儿 这回他们在潘托斯落脚时 妻子兰娜尔分娩第二个孩子时遇到困难 医生询问要不要包袱娶子 戴蒙却没有答应 这和老国王曾经的选择截然相反 可兰娜尔觉得无法生产是个莫大的耻辱 居然命令自己的飞龙喷出火焰 直接将自己吞噬 他是克利斯为数不多的孩子之一 于是海蛇家族在朝头岛 给兰娜尔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所有皇室成员不远千里前来吊咽 公主的丈夫兰妮诺失去了唯一的妹妹 简直痛到无法呼吸 这对兄妹的感情从小就十分要好 反观王子戴蒙这边听着肆意的悼念 居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毕竟他和兰娜尔之间只是一场政治婚姻 并未产生多少真感情 当葬礼进入尾声 兰娜尔的使馆落入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他的座骑瓦格哈尔也成了无主之物 一直盘旋在空中久久不肯离去 这里看上去只是个追悼会现场 却聚集了王国中的所有风云人物 老国王不得不将前任首相奥托再次请了回来 而策划这场大火的幕后主使 莱昂诺的刘角儿子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非但继承了父亲的一切成了赫伦宝伯爵 而且还获得了王后的友谊 失去妹妹的兰妮诺 此时还陷入悲痛中无法自拔 老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找到兰妮诺的老相好 大声斥责对方赶紧去照顾兰妮诺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 这一幕被许多有心人看在眼中 明白的人自然全部都懂 此时在为孩子操心的可不止克利斯一个 老国王的眼神时不时游走 在女儿雷妮拉和戴蒙之间 想不到十年没见面 这两个人还能眉来眼去 老国王忍无可忍 主动走到戴蒙身边 劝说对方跟自己回军林城 兄弟俩即使有再多隔阂 现在早该消除了 谁知戴蒙却一口回绝 看样子他的心中还有不少怨气 而这一幕全被身后的雷妮拉 看得一清二楚 安顿好自己的孩子后 只见他快步朝着戴蒙消失的方向追去 当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两人漫步在海滩边 他们此时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 雷妮拉的心中一直记着戴蒙 责怪对方狠心抛下自己 这些年来他过得很不幸福 戴蒙连忙解释那时候你还只是孩子 雷妮拉忽然变得柔情似水 凑到戴蒙的耳边轻轻地滴到 自己现在不是小孩了 于是这对男女在无人的海边 开始干柴烈火起来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沙滩上 王后阿利森的小儿子伊蒙德 伊蒙德正在目光灼热地挺着前方 原来他在白天的时候留意到 刚刚失去主人的飞龙瓦格哈尔 就栖息在前方的海岛上 伊蒙德因为一直没有自己的坐骑 经常受到玩伴的嘲笑 这次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 去尝试收服飞龙瓦格哈尔 不得不说这是个疯狂无比的念头 当小男孩靠近这头体型巨大的飞龙时 一阵愤怒的低吼声传来 可他并未就此退缩 飞龙终于忍无可忍准备发飙 伊蒙德连忙念出龙与指令飞龙顿时一正 好在总算安静了下来 伊蒙德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顺着绳索好不容易爬上龙背 也许是对方感受到了久违的熟悉感 居然顺着男孩的指令腾空而起 不过飞龙丝毫没有顾忌司机的驾驶体验 直上直下不停在空中盘旋 伊蒙德用尽全力紧紧抓住龙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巨龙的身躯终于平稳下来 伊蒙德激动到无以复加 想不到自己真的驯服了这头飞龙 忍不住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 这才意犹未尽地落下地面 当他喜气洋洋回到城堡时 却被兰娜尔的两个女儿堵在大厅 对方说他抢走了母亲的飞龙 伊蒙德也不辩解 表示这头飞龙以后就是自己的了 两个小女孩顿时怒火中烧冲上去就要干假 伊蒙德丝毫不留情两拳直接将他们打趴下 这时候雷尼拉的两个儿子恰好经过 看到唐妹受欺负不由分说就冲上去帮忙 几个孩子瞬间打成一团 伊蒙德仗着年长几岁很快将他们揍爬下 而且嘴上也不饶人 大骂公主的两个儿子是没有亲爹的私生子 老二路斯里斯愤怒至极 随手掏出一把匕首直接朝着伊蒙德的脸上挥去 凄惨的叫声很快引起铁座侍卫的注意 可惜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此时的伊蒙德已经满脸血迹 当医生处理完他的伤口后 遗憾地表示伊蒙德的左眼彻底没救了 王后气得身体发抖 顺手给了大儿子一巴掌 责怪对方没有保护好弟弟 刚刚和戴蒙温存完的雷尼拉此时也赶到现场 两个儿子立刻跑过去告状王后这边也不甘示弱 结果现场再次乱成一团 老国王一声怒吼 待现场安静下来后 他表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雷尼拉先发致人 说王后的儿子出言毁唇自己的儿子在先 老国王很疑惑 到底骂了什么还要动刀子 雷尼拉顿了顿 他说自己的儿子被骂是私生子 作为王位的继承人 为何雷尼拉的丈夫兰尼诺没有出现 谁知国王丝毫不为所动 就想知道伊蒙德是从哪里听来的留言 小男孩十分机智 明白不能将母亲拉下水 只能将哥哥伊耿推出来背锅 老国王当场就将伊耿臭骂一顿 质问对方到底是从哪听来的 伊耿今天受了不少委屈 于是选择彻底摆烂 他表示这是大家全都心知肚明 根本不需要听谁说 这下老国王也不好继续发难了 只能严肃警告在场众人以后此事不得再提 王后听了半天 也没等到老国王替自己受伤的儿子讨要说法 他只好主动站出来表示 伊蒙德眼睛被人挖掉必须血债血肠 让雷尼拉的儿子也废掉一只眼睛 老国王自然不会同意 这不是胡闹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王后阿利森却不管不顾 居然直接下令让自己的守卫克里斯顿动手 可对方哪敢乱来 老国王强忍心中怒火 警告王后不要丧失礼智 可王后哪里听得进去 居然抽出国王腰上的匕首 静止朝着伤人凶手冲去 老母亲雷尼拉拼死抵住阿利森 戴蒙眼疾手快冲上去拦住了想要上前帮忙的护卫 此时的阿利森几乎陷入癫狂 表示自己永远都在维护王国和家庭 可雷尼拉却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此时的公主早已不是从前的傻白甜 当众反讽阿利森就是个虚伪的绿茶 王后选择立刻挥刀打断了雷尼拉的出生 两人也因此分开了一段距离 直到看见雷尼拉不停流淌的鲜血 阿利森这才醒悟过来 自己实在太冲动了 根本不像一个王后该有的样子 这时候伊蒙德站出来劝母亲 她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 但却得到一头飞龙 这个买卖很划算 这场由巨龙引发的闹剧 终于迎来了圆满结局 算算得失王后阿利森这边确实赚大了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国王对自己的感受 首相老爹对她表示由衷的赞赏 从前的阿利森缺少一种勇往真前的霸气 此时终于具备了 现在她唯一要做的就是 去和国王道歉缓和两人的关系 第二天一大早 当雷尼拉的伤口被医生彻底缝合后 丈夫兰妮诺才姗姗来迟 昨天发生那么大事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雷尼拉对她失望万分 可这是家族安排的婚姻 即使自己不幸福 她又能怎么办呢 当天下午国王和王后启程返航军林城 雷尼拉没有一起回去 而戴蒙也理所当然地留了下来 经历了昨天的事 雷尼拉再次感到孤立无助 于是开口对戴蒙说道 只有雷尼拉的老公兰妮诺死了 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结婚 雷尼拉的脸上毫无波澜 显然已经赞同了戴蒙的说法 转眼间戴蒙找到兰妮诺的老乡好 对方虽然才冒出众 可毕竟是平民出身 一辈子都出不了头 戴蒙承诺会将他送去侠海对面 那里不看出身只中财富 老乡好因此被戴蒙买通 当晚直接找到兰妮诺 向他挥出了手中利人 当克利斯夫妇赶到现场时 他们的儿子已经变成交户 而雷尼拉和戴蒙终于如愿地走在一起 他们按照龙之家族的习俗正是结为夫妻 放荡不羁的两个人 这回总算是找到真爱了 距离公主雷尼拉和戴蒙结婚 已经过去六年时间 整个王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瓦列利安家族的掌舵人科利斯 在十阶列岛大战中身负重伤落入海中 从此变了无音讯生死不知 他的弟弟瓦蒙德实在等不下去了 提议由自己来接任朝头岛之主 但克利斯的妻子雷尼斯却表示反对 海蛇在世时就已经表态 要立自己的孙子路斯里斯为继承人 瓦蒙德不由大怒 直言路斯里斯就是雷尼拉生下的私生子 根本不是瓦列利安家族的血脉 当即决定要去军林城请王室定夺 另一边生活在龙石岛的雷尼拉和戴蒙夫妇 虽然多年没有回军林城 但也很快收到了瓦蒙德即将前往军林城的消息 雷尼拉自然不会做事 自己的儿子路斯里斯朝头岛继承人的身份受到威胁 和戴蒙商量一番后 当场决定动身前往军林城 没过多久公主雷尼拉再次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 周围的建筑虽然没有任何变化 可雷尼拉却感觉陌生许多 就连前来迎接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不过公主并未当场发作 而是和戴蒙一起静止来到老国王的居室 对方最爱的模型已经沾满灰尘 雷尼拉的心中也变得沉重起来 尤其是看见躺在床上犹如干事般的老国王后 泪水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想不到仅仅几年没见 父亲就病得如此严重 索性他的头脑还算清醒 戴蒙立马表明来意 希望哥哥能够支持路斯里斯成为朝头岛之主 谁知国王却对此事一无所知 表示所有事物都由王后和首相在打理 雷尼拉连忙打断他们的对话 随即叛妇侍女抱上来两名孩童 原来在这几年中雷尼拉和戴蒙生下了两个孩子 老国王自然是高兴万分 可很快他就感觉头疼欲裂 大喊着要喝茶 当庸人递上来后老国王一饮而尽 痛苦的表情也舒展许多 戴蒙接过茶杯轻轻嗅了嗅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此时的会议大厅中 王后阿利森正坐在主位上 聆听着手下臣子的各项汇报 老国主卧病在床 他便和首相父亲奥托一起打理朝中的各项事物 听说公主雷尼拉来了 王后本想亲自迎接的 可临时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担当了 因为他的大儿子伊耿又侵犯了一名侍女 阿利森气得清惊直冒 狠狠教训了对方一个耳光 直言自己没有这个儿子 虽然嘴上说得很利可适后 还得给他擦屁股 阿利森先是给那位被侵犯的侍女一笔风口费 接着再次下一杯龙茶汤 避免自己喜提亲孙 当一切处理完毕后 王后这才有空接见雷尼拉公主 只不过对方已经憋了一肚子火气 上来就质问阿利森为何要给国王服用音速花茶 这个东西虽然能够止通 但也会麻痹服用者的大脑 这明显就是王后想要同领大权的手段 对于这样的指控 阿利森丝毫不以为意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二位明天在朝会上 将由他和首相父亲来裁定朝头倒的继承人 这让雷尼拉和戴蒙当场吃饼 同一时间雷尼拉的两个儿子在练习场游玩时 恰好遇见王后的二儿子伊蒙德 想不到对方自从收服了兰娜尔的巨龙后 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还能在5G上打败老师克里斯顿 路斯里斯明显变得心虚起来 他可没忘记对方的一只眼睛就是被自己刺下的 尽管雷尼拉这边处于绝对劣势 可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第一时间找到海蛇的妻子雷尼斯 想用兰娜尔和戴蒙的女儿作为感情牌 说服对方站到自己这边来 谁知雷尼斯根本不吃这一套 因为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的儿子兰尼诺就是被雷尼拉害死的 雷尼拉只好使出杀手锏 承诺如果他的两个孩子能够分别当上国王和朝头倒之主 届时将迎娶雷尼斯的两个外孙女 也就是兰娜尔和戴蒙的两个女儿 这个提议立马让雷尼斯动心了 可他能提供的帮助毕竟有限 因为手握十全的小叔子瓦蒙德已经和王国的实际控制者 奥托妇女勾结在一起 这个消息让雷尼拉感到十分无力 他只好再次来到老国王身前 提及对方当年透露的有关兵与火之歌的性命 雷尼拉想要团结所有子民抵抗未来的黑暗和寒冷 但现在就已经困难重重 他迫切需要老国王的支持 可惜对方已经成了迟暮的老者 别说帮助他了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雷尼拉看到父亲这个样子 再次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转眼来到第二天 老国王的精神像是恢复了一些 居然拒绝了奥托安排的英素花茶 表示自己的亲人难得齐聚于此 今晚要举办丰盛的家庭晚宴 奥托随口答应下来后 转眼便坐在了朝堂的铁王座上 堂下已经聚满臣子 接下来将要进行 瓦列利安家族继承人的听证会 首先是海蛇的亲弟弟瓦蒙德 站出来发言 他说自己是继承 瓦列利安家族的最合适人选 雷尼拉立马反驳 自己的儿子路斯里斯 才是合法继承人 王后突然出言提醒 现在还不到雷尼拉发言的时候 直到瓦蒙德洋洋洒洒地 发表完自己的讲话 首相奥托这才宣布 让雷尼拉上台 代替自己的儿子发言 此时他的气势明显弱了很多 郑愁如何开口时 忽然有侍卫宣布老国王驾倒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想不到老国王 在如此重病的情况下 还能现身朝堂 看他步履蹒跚的模样 像是随时都要倒地不起 侍卫想要上前搀扶 却被老国王一把推开 只是铁王座的阶梯 对他来说太过崎岖 弟弟代蒙终于挺身而出 老国王这回没再拒绝 在对方的搀扶下一步一去 终于坐上了铁王座 老国王虽然许久没有露面 但是王者的余威尚存 当即表示朝头岛已经定好的继承人 为何还要拿出来讨论 接着他又点名让雷尼斯出来发表意见 他是最了解海蛇心意的人 原来老国王拖着半条老命出场 就是来给自己的女儿雷尼拉撑腰的 这下雷尼斯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 上台直接表示海蛇生前 最希望兰尼诺和雷尼拉的儿子 露斯里斯成为继承人 其实他的话只说了一半 海蛇最想要的就是让瓦列利安家族的子嗣 坐上王国的铁王座 老国王当即拍板 正式任命露斯里斯为朝头岛的下一任主人 瓦蒙德肺都快气炸了 立马站出来反对 指责国王不该干涉自己家族的事物 之后又祭出大杀气 表示露斯里斯根本不是瓦列利安家族的血脉 而且还对雷尼拉破口大骂 老国王气得直接从铁王座上跳起来 谁知下一刻戴蒙突然出手 直接将瓦蒙德劈成了两劫 这场波兰起伏的听证会 也就此画上圆满句号 接下来就是老国王期盼已久的皇室成员大聚餐了 当所有成员到齐后老国王艰难地站起身 随后缓缓摘下黄金面具 露出来半张腐烂不堪的脸 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看清他真实的一面 不仅仅只是国王的身份 而是大家的父亲 兄长 丈夫以及外公 他临死前最大的心愿就是 一家人能够团结和睦 雷尼拉第一个站起身 由衷地赞美了王后对国王的不离不弃 显然是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父亲的心愿 阿利森反应也很快 站起身回敬了雷尼拉一杯 接着他俩的孩子也纷纷表态 桌上的气氛瞬间和睦起来 老国王无比欣慰地望着眼前一幕 哭瘦的脸庞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这也许是天下所有老人家的心愿吧 没过多久老国王因为身体不适 提前被侍卫带回去休息 当他身影消失的一刹呢 餐桌上的气氛风云突变 先是阿利森的二儿子伊蒙德 出言挑衅雷尼拉的几个儿子个头哀笑 接着双方开始大打出手 现场顿时乱成一锅粥 最后还是带蒙站出来 一言未发紧平气势 就震慑住了几位冲动的孩子 一场家族大和欢也就此草草收场 也许是白天耗费了太多精力 老国王此时的身体更加疼痛了 勉强喝下一杯英丽花茶后 他便开始喃喃自语 表示伊耿的预言 兵与火之歌即将降临 必须由你团结所有子民去对抗黑暗 这明显是老国王想对公主雷尼拉说的话 而他口中的伊耿 则是那位统一王朝的伟大先辈 言外之意算是彻底认同了雷尼拉的继承人之位 可王后阿利森听起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老国王终于认可了自己的废柴儿子伊耿 要立他为王位继承人吗 当阿利森新朝澎湃地离去后 老国王缓缓抬起手臂 人也无可厚非 谁知他临死前的一段胡话 却彻底激发了王后阿利森的内心野望 其致可以说是引发血龙狂舞的重要原因之一 昏暗阴冷的红宝内 每一处都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 王后阿利森突然接到消息 老国王驾崩了 经历了短暂的伤痛后 阿利森很快恢复成干练小达人 先是叮嘱侍女保守秘密 随后便是第一时间找到首相父亲奥托 说出了老国王昨晚交代的遗言 他要立一耿为王位继承员 虽然当时只有王后一个人在场 可首相觉得有阿利森这个表态就足够了 是否属实已经无足轻重 于是第一时间召集众臣来到会议大厅 宣布了老国王的遗愿 妇女俩把持朝政多年 在座的大部分人早就和他们一条心 不约而同地安排起一耿继任王位的计划 军方准备替换效忠于戴蒙的守备队长 国库财政准备严加看管资金 一系列动作像是早有预谋一般 就连阿利森都是满脸惊讶 想必这些都是御前首相一手操办的 不过在座的也有公主雷尼拉的支持者 他不相信老国王会在临终前替换继承人 这分明就是一场阴谋 就连老国王的死因都有待伤去 可老臣子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御灵铁为克里斯顿猛地按在桌子上 结果老臣子当场丧命 御灵军司令气得当场拔剑 谁知克里斯顿丝毫不给上级面子 眼看会议进行不下去了 有人想要先处理尸体 却被首相奥托制止了 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 那就是对王位的原先继承人雷尼拉的处置问题 奥托建议直接干掉他 避免引起战争和流血 可王后阿利森坚决反对 老国王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杀 奥托弃得当场下令 让御灵军司令派兵前往龙氏岛讨伐公主 谁知对方直接扯下披风 表示自己只听命于国王 在新国王继任之前 他不会参与王位纷争 奥托妇女顿时反应过来 当务之急就是让伊耿尽快坐上王位 谁知跑去寝宫找人时却扑了个空 对方居然彻夜未归 就连他的贴身侍卫埃里克都不知道去向 奥托只好下令让侍卫离开红宝赶紧找人 但务必要做到保密 因为国王去世的消息绝对不能外泄 如果让雷尼拉之情 伊耿将很难顺利坐上王位 于是所有的侍女全被暂时关押 就连瓦列利安家族的临时化石人雷尼斯都被软禁 奥托连水都没来得及喝 便紧急召集军林城内的大家族 让他们改口效忠新的国王 那些不肯就范的家族结果全被当场抓走 如此明目张胆的威胁 让原本对雷尼拉死中的家族也不得不去从 他们准备会议结束后 偷偷逃离军林城去给公主报信 谁知在城门口却被守卫抓了回来 主导此事的正式阴狠叫诈的拉里斯 另一边的王后 为了不让父亲奥托先一步接触一个 同样派遣克里斯顿去承担找人 二儿子伊蒙德主动请英 他知道哥哥的秉性 也许可以更快找到对方 之后阿里森也没有闲着 非快找到被软禁的雷尼斯 只要对方选择两不相帮 公主雷尼拉的优势便不会太过明显 这样双方才有可能坐下来和谈 为此王后提出交易条件 那就是支持雷尼斯以及他的外孙女成为朝头岛之主 雷尼斯知道现在的朝头岛之主路斯里斯 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亲孙子 对于这个条件确实有些心动了 不过他对王后的软禁行为十分恼火 因此出言也比较恶毒 表示王后自始至终都只会服侍男人 先前是父亲和丈夫 现在又是自己的儿子 难道就没想过自己坐上王位吗 这句话的杀伤力太过巨大 气得王后当场拂袖而去 红宝外的伊蒙德为了找到废物哥哥伊耿 直接带着克里斯顿来到烟花之地 这里是他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 谁知老板娘却说伊耿已经好几年没来了 以他的品位应该在更低级的地方才对 随即两人继续走街串巷 却无意中看到首相奥托 正在和情报组织白驱虫会面 想不到对方一上来就说出了国王去世的消息 真不愧是专业的情报头子 而且他比所有人都先一步找到了伊耿 表示想要教人也行 但要求奥托必须整顿军林城的治安 奥托心中急得不行 不但支付了一大笔报酬 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届时一定会好好治理军林城 随即没过多久伊耿在大教堂内被侍卫找到 谁知他们刚刚出门 就被紧随其后的克里斯顿接住 伊耿想要趁机逃跑 却被弟弟伊蒙德抓个阵阵 得知自己将要继承王位 伊耿更是拼了命的反抗 他压根就不想当什么国王 这让伊蒙德酸得不行 自己每日苦练剑技学习之士 为了就是得到哥哥弃之如履的王位 当时他真有拔剑杀人的冲动 不过克里斯顿很快击败对手 跑过来要将伊耿带去王后那边 这次的抢人行为算是王后和父亲的初次交锋 奥托奉劝女儿 咱们的心是一体的 应该互相倚仗才是 不过阿利森像是看清了父亲的嘴脸 表示奥托心中想的只有家族 一旦伊耿被他控制 必定会发兵讨伐公主雷尼拉 而阿利森的另一个身份 却是老国王的妻子 所以他决定去和雷尼拉讲和 避免老国王的子嗣兵戎相见 不过父女俩有一点算是达成共识了 那就是尽快让伊耿继承王位 阿利森打算明日破晓就举办登基大礼 至于老国王的葬礼 只能打包草草了事了 当他忙完一切回到寝宫后 却发现搭档拉里斯早就等候多时 对方不愧是十一不漏的好帮手 再次给阿利森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 那便是白驱虫的存在 这个情报组织已经渗透进了王宫 任何侍女都有可能成为眼线 她的存在将给新国王带来巨大威胁 阿利森当即决定除掉组织首领 拉里斯当然不让地揽下这个众人 当然他也不是无偿帮助王后的 所得报酬就是对方经营剔透的双脚 果然是缺什么就想要什么 当天夜里所有卷入这场权力斗争的当局者 全都无法入睡 因为明天将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 一位身披铠甲的侍卫 突然推开了雷尼斯的房间大门 他实在看不惯王后的篡权行为 所以打算私自放了雷尼斯 好让他能帮助公主雷尼拉继承王位 两人准备从红宝的侧门逃往街道 夜色中一栋燃烧的房子耀眼夺目 想必这就是白驱虫首领的所在地了 当雷尼斯抵达王国大道后 却发现守卫正在疯狂驱赶居民 两人想要转身绕过 谁知每个方向都是如此 眼看汇聚的居民越来越多 雷尼斯不得不随波逐流 可他很快就明白了守卫的用意 原来是要将居民聚拢到大教堂内 想必新国王的登基大典即将开始 此时的继承人一梗 也在前往登基大典的路上 他的心中无比清楚 老国王二十年前就立雷尼拉为继承人 如果要改变主意早就改了 可王后却坚持 这是老国王在弥留之际的真实遗愿 同时还不忘提醒儿子 如果首相想要处死 雷尼拉一定得当场拒绝 咱们不能靠残忍和无情治国 没过多久 王国大教堂内聚满了平民 首相奥托站在台前 亲自转达了老国王的遗愿 那就是让大儿子伊耿继承王位 随后奏乐声响起 两排威武的士兵在人群中分开一条道路 新任国王伊耿缓缓穿过利剑长廊 最终在众人的瞩目中走上台前 而台下的雷尼斯左右看了看 接着便悄悄远离人群 朝着龙穴方向走去 当加冕至此完结后 伊耿终于带上了沉甸甸的征服者王冠 看着王国的重量级人物都在朝自己致敬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丝权力带来的快感 尤其是台下民众传来铺天盖地的呼喊声后 原先还无比抗拒的伊耿 瞬间适应了国王的新身份 甚至有些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谁知下一刻巨大爆炸响彻云霄 整个教堂顿时弥漫在浓厚的粉尘中 看着轮廓居然是条飞龙闯了进来 无数民众吓得四散逃命 没过多久巨龙终于稳住身形 而龙背上的骑士也缓缓露出真容 正是朝头倒的雷尼斯 此时的居民还在四散逃跑 御前首相最先反应过来 连连喊着打开大门 雷尼斯则操控巨龙来到新王伊耿面前 王后猜到了他的意图 连忙挺身站在儿子面前 显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其龙只是张开锯口怒吼一声 并未释放出致命的火焰袭击当众人反应过来后 巨龙已经离开了大教堂 朝着朝头岛方向飞去 显然雷尼斯大闹登基典礼的行为 更多是为了发泄心中怒火 算是给软禁自己的人 一个小小的教训 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不干涉王后和公主之间的王位之争 所以才没对新国王痛下杀手 雷尼斯放过了以王后阿利森为首的绿党 其龙离开了军林 飞来龙石岛直接开门见山 把国王维塞里斯的死讯告诉了雷尼拉与戴蒙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悲伤就得知一梗已经篡尾 王后阿利森控制了整个红宝戴蒙 听了非常气愤 直言维塞里斯肯定是被人害死 而雷尼拉则伤心不宜小腹一阵剧痛 已经有了流产的征兆 他用手艺摸满是鲜血 学士们告诉他孩子没有足月 想帮忙接生 可雷尼拉拒绝了他们 选择独自生产 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疼痛 雷尼拉最终却产下一名死婴 和他母亲一样 也许这就是龙家近亲结婚的宿命 随后他与戴蒙卫刚出生的儿子举行了葬礼 就在这时放走雷尼斯的御灵铁卫囚简 他献上了维塞里斯的王冠 并宣示效忠 戴蒙卫雷尼拉戴上王冠 一如他上次前往军灵 未病入高荒的哥哥维塞里斯戴上王冠一样 这一次他低头跪下心甘情愿称呼雷尼拉为女王 而其他众人也纷纷跪下宣示效忠 只不过雷尼斯一直在冷眼旁观 权衡利弊就在众人商量如何对付绿党时 首相海塔尔却带人来到了龙石岛谈判 戴蒙则提见在石桥上对峙 两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而雷尼拉则驾龙降临 并且在海塔尔一方落地 这个小细节说明双方现在并没有开战 情况十分微妙 随后海塔尔提出了他的条件 只要雷尼拉承认一梗的继位 并在铁王座前宣示效忠 那妖军灵将会承认他对龙石岛和朝头岛的统治 他和戴蒙的儿子也能被封以高官 显然这对于雷尼拉来说肯定不能接受 他愤怒地上前 丢掉了海塔尔国王之手的信物 海塔尔眼看双方谈崩 命令手下拿出了雷尼拉与阿利森年少时 见证姐妹情的那页书 雷尼拉顿时有些感动 制止了戴蒙干掉海塔尔众人的举动 随后黑党召开了战备会议 戴蒙建议直接开战 因为他们的龙比率党多 但雷尼拉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 认为作为国王首要任务是守护他 而不是让他陷入战争 显然现在的雷尼拉已经渐渐走向成熟 慢慢有了王者之风 他的表现也被雷尼斯看在眼里 最终选择放下沙子之仇 说服海蛇一起支持雷尼拉 两人来到了大厅当众宣布 全力支持雷尼拉 原来是丹利姑的女王顿时振奋了不少 随后海蛇提出了一个计划 只要雷尼拉一声令下 朝头岛就能切断所有通往军林的航道与贸易 而雷尼斯也愿意亲自驾龙在周围巡逻 这样他们就能围困整座红宝 不过为了有足够的兵力来包围军林 雷尼拉必须取得灵东城和英朝城和风系宝的支持 于是他派出了戴蒙和自己的儿子 分别前往三帝 并特意嘱咐两人绝不能与人动手 另一边戴蒙始终觉得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而伊蒙德的瓦格哈尔肯定是最大的威胁 他们龙虽然多但大部分都是小龙 于是戴蒙来到龙石岛底部 找到了传说中的巨龙青铜之怒 试图将之收服 而小路也已经到达了风系宝 可他刚落地就看到了瓦格哈尔 显然伊蒙德比他早到 进入城堡后 小路说明了莱伊地上了雷尼拉的信件 拜拉席恩公爵顿时大怒 好歹绿党提出用联姻来换取他的支持与兵力 可雷尼拉却只是空口说白话 提醒他父亲的誓言 小路见情况不妙只好转身离开 可出门后外面已是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而下 小路怕仇人伊蒙德找麻烦 连忙飞走 但伊蒙德却没打算放过他 驾驭着瓦格哈尔很快追了上来 龙都是暴怒的生物 面对瓦格哈尔的数次挑衅 小龙再也忍不住 也没有听从小路的控制 直接向瓦格哈尔喷火 但体型差距实在太大 根本造不成威胁 可伊蒙德也感到不对劲 瓦格哈尔已经不受他控制了 直接把小路连龙带人撕成粉碎 伊蒙德看着眼前的阵目 才知道自己闯下大火 想必阿利森也交代过他不能伤人 随后戴蒙知道了这个消息 告诉了雷尼拉他顿时悲痛欲绝 眼神中杀气渐渐弥漫 第二季的故事先从北境开启 上季最后 杰卡里斯 骑着沃马克斯来到这里 希望为母亲赢得北境狼家的支持 克雷跟史塔克先说了派兵的难处 但为了那兵与火之盟 他们当然也会为龙家尽一份力 我会为龙家尽一份力量 信上的内容就是上级最后小鹿的死讯 这也预示着黑绿两党的战斗将全面开启 戴蒙还是那么兴起 直接找到雷妮斯 希望能联手直取伊蒙斯的狗命为小鹿报仇 但无免女王有他自己的想法 即便开战也要堂堂正正的对垒 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搞什么暗杀一类的手段 戴蒙反驳他这是富人之人 如果在上级龙学登基的时候 他能把握机会 那所谓的一梗二事不就没了吗 另一边的伊蒙德返回了军林城 从瓦格哈尔的翅膀不难看出 他确实久经沙场 也因逐渐老迈的身体显出了疲态 上级的王后阿利森已成为太后 她与科尔刚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 提上裙子后却瞬间翻脸 是一两人的关系必须叫停 科尔也没废话 既然你说叫停那我便会守口如瓶 一梗 二是 来找杰赫里斯 遇到了妻子海伦娜 他说最近有些害怕 伊耿强调有巨龙保护不必担心 但海伦娜说 他怕的不是龙而是老鼠 伊耿有些不明所以 他不知道海伦娜说的老鼠 其实还有着鸣枪一朵案件难防的意思 笑了笑便独自离去 没想到后来妻子的话竟一语成衬 过了一会 伊耿带着杰赫里斯出席了御前会议 奥托分析着当下的局势 古地北京都是以毒为回 八成是够呛了 风暴地的陆家跟伊蒙德定了婚约 基本上是拿下了 西晋的兰尼斯特以及奥托的势力救证 也都在陆续地集结兵马 太后的本意是想尽量求和避免开战 而伊耿二是作为新王 根本不在乎即将发生的腥风血雨 他甚至在御前会议上挽起了过家家 命令财政大臣泰兰给王子当大马骑 尽管泰兰爵士数次打断 这次战斗海上方面他们劣势极大 大学士欧威尔建议重用 道尔顿格雷乔伊 若他为海政大臣 面对海蛇且有一战之力 这时伊蒙德走进会场 伊耿直言是他的命令 他希望兄弟联手 以聚龙向和尖帝奔流成的土利家族施压 而弟弟伊蒙德更关心的是赫伦堡 眼下赫伦堡投降了戴蒙 这也使得伊蒙德心里 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战役 奥托最后把话题拉了回去 眼下的局面还是以手为主 盲目进攻绝不可取 会议完毕 太后见到了拉里斯 作为心狠手辣的情报头子 他已肃清了宫内的叛徒 并为皇后安排了新的侍从 但皇后对此有些心虚 如果新欢科尔被他发现 以拉里斯的性格还不得把他送走 画面回到龙石岛 雷姐看到了渔民的骚动 驾龙前往 发现那正是小鹿与阿拉克斯的遗骸 遇前会议后伊耿上朝 聆听民众们的疾苦 一位老哥说家里的羊被冲攻了 伊耿豪爽的答应会立即归还 奥托见状赶紧补充 冲攻是给巨龙作为饲料 这也是战备中的必要决定 伊耿有些进退两难 那你说人家来都来了 不能空手回去吧 要不咱就说这些羊是给孩子的 奥托理解伊耿对东方文化非常沉迷 但这地主权术可不比人情世故 正所谓人不狠就站不稳 伊耿听完也连连点头 也觉得是那意思 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一个请愿的是铁匠的代表修复 他希望能得到财政的扶持 用来制造防御巨龙的歇怒 伊耿听完直接承诺 还赞扬了铁匠们做出的贡献 会议过后 拉里斯悄悄出现将伊耿叫走 他接下来的话 在伊耿心中埋下了一颗钉子 太后见到奥托立即火力全开 他希望得到老爸的支持 尤其在御前会议上要给他足够的威信 伊耿与伊蒙德年纪还小 战斗的决策权终究还是在妇女手上 有些伤亡确实无法避免 但还是要做到尽可能的减少 女儿的这番话让老练的奥托都有些敬佩 他点了点头是一会按他说的去做 另一边的白曲小梅逃去了龙氏岛 愤怒的戴蒙逐渐变得不再理性 怪罪小梅与奥托做了交易 梅在关键时刻弄死一个 致使雷姐丢了主位 小路也被残忍杀害 小梅听完直接回怼正中戴蒙的痛楚 你把错都怪在我头上 只是因为你根本触碰不到真正的敌人 戴蒙听完命令手下将其关押 并且将其视为王国的叛徒 悲痛了一整天的雷姐 来到了属于女王的御前会议 戴蒙表示会去接管赫伦堡 海蛇方也强调会封锁军林的一切海上贸易 但雷姐对此都并不关心 她现在想做的只有一件事 雷姐的这番话让戴蒙更加确定了复仇的信念 管她什么大局为重 能为心爱的人报仇血恨 才是游侠王子该有的作为 于是她找到小梅 打算利用她在红宝内的眼线 对绿党一方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仇 小杰返回龙氏岛 将古帝爱玲以及北京施塔克同盟的消息汇报给雷姐 话还没等说完小杰便开始流泪 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他们或许不知道 接下来的血龙狂舞到底意味着什么 祭奠小鹿的仪式庄严且简洁 而远在军林的太后 也在祭奠母亲以及丈夫维赛里斯国王的同时 说出了小鹿的名字 可仇恨一旦种下就会野蛮生长 不会因为谁的一丝善念 而回到原点 戴蒙承认都城守备队的司令 在前任部下的帮助下 很轻易地便混进了军林城 戴蒙按照小梅的指引 找到了一位红宝内的捕属人 他是一名赌徒 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且他还清除红宝内 当年残酷的梅格舍里的密道 此时伊蒙德与科尔正在商量着如何拿下赫伦宝 伊蒙德对母亲颇有微词 认为他发动政变后却又畏首畏尾 这样的行为像是又当又立 科尔帮情人辩解 说太后的内心非常淳朴 真正阴险毒辣的则是雷洁 奥托这时忽然出现支走了科尔 他提醒伊蒙德要克制情绪 并暗戳戳地强调 这也正是一耿所欠缺的 伊蒙德本就不满 能力不如自己的哥哥即位 奥托的这番话 算是正中要害拿捏住了伊蒙德 此时两位刺客已经潜入了红堡 行进的过程还看到了把酒言欢的一个 宫内最近老鼠泛滥 所以也没人在意他们 两人沿着密道来到王室居住的地方 这时议员发现了王后海伦娜并将其挟持 戴蒙下的指令是如果没找到伊蒙德 那就以子还子 并且没有人头也就没有后续的赏钱 两人分不清哪个是南海 于是逼问海伦娜 生性单纯的海伦娜指向了杰赫里斯 科尔正带领御林铁卫 满红堡的搜寻刺客 另一边的伊耿则怒不可遏 砸碎那些维赛里斯生前最爱的模型 成了他倾泻愤怒唯一的方式 双方看上去是一命抵一命 但在仇恨等级来说 却是逐渐上升的 其原因也应了那句话 人们总相信别人是单纯的坏人 而自己是复杂的好人 虽然是伊蒙德先杀了小路 但绿党一方却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 比如是为了报当年的瞎眼之仇 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没有控制好情绪 而黑党一方也会给戴蒙找很多借口 是对方出手在线 以子环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小路是黑党一方的王子 所以如果不愿交出伊蒙德 那偿命的话 也该交出绿党的一名王子 然而太后阿利森虽然此刻已是悲痛欲绝 但却还是可以用理性的思维 考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anged诈和合杂的 施作用 在想传 Kingdom 因为到底能体能受中心 实际信 这 Twin Core 后会估计员这部队 跟厨德昀杀杀� nation 所说这是 MIT 狡猶說 奥托的态度是 别看我们继了一位王子 但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打上一场翻身仗 其实王子怎么说 也是他的外曾孙 这样的言论也充分揭示了奥托的冷血本性 面对质问的科尔也算坦诚 承认当时睡了 不过伊耿多少有些冤枉了科尔 他当时并未擅离之手 只是把守卫重点全都放在了太后身上 这时拉里斯来报 一名刺客被捕 他身上的袋子还装着王子的头颅 奥托听完篮下准备亲自审问的伊耿 事宜相关事由全权交给拉里斯 他安慰伊耿要痛定思统 眼下正是向雷姐发起声讨的最佳时机 但对伊耿来说 他的王子在王宫被害 这件事如果传到街头巷尾 那他本就不多的面子也将荡然无存 本该庄严的葬礼 却还要想着利益最大话 原本是送别亲人 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用亲人 太后将奥托的指示 传达给本就不太懂人情事故的海伦娜 他现在还未从悲伤中彻底抽离 却又要为了大局 将愈合一半的伤口撕碎展示给众人 菜殿仪式随即开启 雷姐士卿的罪行被招到天下 另一边的鲜血很快便供认了全部 包括戴蒙满兄的整个过程 以及同伴的身份是名捕鼠人 但他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性命 眼看他的价值已尽 伊耿拿着铁锤进来送他一程 祭奠的队伍应破旧的石板路暂时停下 民众纷纷靠前 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安慰下这可怜的王后 事情很快传去了龙氏岛 雷姐对此并不知情 事宜该写信反驳她是凶手的言论 并且加强安保 已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报复 这里还有个细节 小杰想协助侯道不防的雷尼斯 监视军灵方面的动向 但雷姐刚刚丧子 出于某些安全考量驳回了她的想法 会议上的戴蒙一言不发 雷姐很快便猜举出了问题 她向雷姐坦白了满胸杀人的过程 但她十分确定 只说了伊蒙德的名字 其实这里也是编剧有意在给戴蒙洗白 关于她污点的事情 拍摄的时候都刻意进行了留白处理 但不管剧情中如何修饰 事件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 原本主动的黑党正在逐渐转为被动 看似坚定团结的内部 也因戴蒙的操作产生了裂痕 而接下来的这段争吵也十分贴近生活 在遥远的东方被叫做翻小长 雷姐与戴蒙看似不欢而散 但也都还明白床头吵架床尾和的道理 眼下的一切都要为时间让路 正所谓兵贵神速 留给他们的时间也确实不多了 随后雷姐叫来了准儿席贝尼拉 让她骑着乐舞去监视军灵方面的动向 这其中蕴藏的私心也是非常明显 她刚才与父亲擦身而过 于是询问雷姐父亲的去向 戴蒙的行动方向这里先按下步表 画面回到军灵 对于昨晚的事情 科尔与太后都难辞其咎 若不是两人偷情支走了守卫 两位刺客也绝不会如此轻易的行凶 或许是为了救赎 又或许是想星九旧账一起算 科尔迅速做出反应找到了亚利克 他的孪生兄弟伊利克成了叛徒加入了黑党 科尔以此作为理由不断的CPU亚利克 让他行刺雷姐一表绝对的忠诚 至于计划也非常简洁 那就是潜入龙世道 再扮成他兄弟的样子 埋伏在雷姐身旁 接下来的一幕 连动了隔壁的黑袍纠菜队 伊蒙德与阿祖有着共同爱好 不仅喜欢年纪大的 鲜活母乳也是背不离手 昨晚他躲过一劫就是因为来了这里 他在这里卸下防备 也说出了真实想法 对于杀害小鹿的行为 直到现在他都非常后悔 这些王室成员们 都在一面享受生活 一面展示着内心的苦 而对于那些普通民众面 战争留给他们的就只剩下苦了 水上贸易被封后 铁匠修复一家便开始捉襟见肘 孩子病了没有药品 冲击的食物也只有些青菜碎叶 国王一根口中的救济 根本不知道会何时应验 画面回到龙石岛 上级被海蛇轻点的埃灵 见到了哥哥亚当 两人的对话也似乎隐藏了一些细节 所谓的亏欠 基本可以确定是那种父爱上的亏欠 所以两位兄弟 也都有着瓦列利安血统 未来的战场一定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雷姐这边召见了小梅 她也是看中了对方的情报能力 不仅没有怪罪杀害生子的事件 反倒是有意拉拢 戴蒙给小梅承诺 事成之后就给她自由 而现在的戴蒙骑龙远走 若不是雷姐出手 她还关在牢里 小梅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本想出人头地 让那些掌权的人对她刮目相看 可是到如今她才发现 在那些男人眼中 她永远只是消遣品 这些话触动了雷姐 也算为两人后来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随后她让伊利克送小梅上船 而就在登船之际 她却看见从船上下来的一个人 与伊利克的长相极为相似 小梅不敢急慢放弃登船原路返回 亚利克则凭借外貌优势 成功混进了女王所在的城堡 期间她还与伊利克擦肩而过 见对方未带头盔 她也将头盔摘下 几经辗转她找到了女王寝宫 她将后门反锁 还替换下了守卫洛伦特马尔布兰 过了一会儿她见时机成熟 冲了进去准备动手 好在这时伊利克收到了小梅的消息 立即前来救驾 两人不由分说站到了一起 画面回到军灵 红宝内的捕鼠人无一信念 全被伊耿下令吊死 奶酪也在其中 算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奥托文讯痛批了一顿伊耿 他们刚用王子的血换来了一点民众的信任 这一转手就被伊耿败光了 面对外公的训斥 伊耿这回终于给出了回应 他要做的不是讨好那些民众 而是以雷霆手段进行有利的回应 说着他指向并夸赞科尔 声称派人去干掉雷姐 才是一位闲臣应该做的 听完这里的奥托万念俱灰 眼下整个节奏已经完全不在他的掌控 失落的奥托找到太后 太后的想法一直是组合 也就是能不打就尽量不要打 并且在上级中 她的想法也得到了奥托的认可 但现在的国王之手换成了科尔 伊耿加上科尔的组合 那结果就是非打不可 奥托决定回到封地旧阵 在那里韬光养晦 或许还能为绿党尽一份力 而王后建议她转去高厅 和完地的提利尔家 以及他们的封城 迟迟不肯表明立场 奥托只需想办法将其拉拢 至于伊耿以及科尔 太后自有手段 去影响并操控他们的抉择 本想坦白与科尔的私情 但奥托摇了摇头 表示并不想听到她的忏悔 其实作为奥托 怎可能不知道两人的事情 毕竟连亚利克这样的侍卫 与科尔争吵的时候 都差点说漏了嘴 但她同样也是太后的父亲 与其拆穿还不如骗自己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太后随即来找伊耿 本想借助她罢免奥托的名义 来拨慈母方式的CPU 可是当看到眼前伊耿 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画面来到合间地 穿红黑色衣服的是布莱伍德家族 为首的名叫班级扣布莱伍德 她后来收获了一个 响亮的外号是雪斑 她的姑妈亚利山 也是个狠人调号黑亚利 他们整个家族 也是坚定地支持黑党 对面的布莱肯家族 与他们家属于世仇 眼下还支持起了绿党 雪斑这骨子里 就有一股疯狂属性 今天借着机会 刚好释放一下 这场战斗 便是原著中的火墨防之战 雪斑的父亲 山姆威尔布莱伍德 也在战斗中不幸丧命 这场战斗也被称为 雪龙狂舞内战中 第一场流血的战役 另一边的龙石岛上 雷姐与小杰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 开始出现分歧 雷姐尊重个人立场 同意将伊利克与亚利克合葬 但小杰表示反对 与母亲相比 她对战争的理解要更加残酷 什么尊敬克制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雷妮斯向女王分析了当前局势 这场暗杀绝不是奥托的手笔 更像是年轻一代的无脑抱负 而眼下的战斗 也根本找不出什么正义 双方都可以将自己 归为受害后被迫抵抗的一方 所以这样不断地抱负下去 只会让双方的伤亡更加惨烈 如果说还有最后一种 能和平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用上雷姐与太后阿利森的感情 上级在红宝 太后与雷妮斯有过一段交谈 她觉得太后也有想要和谈的想法 雷妮斯的话不无道理 两人虽都是位高权重 但也不见得所有决定都要经过他们同意 而眼下雷姐正在气头上 她仅不相信还能与太后求和 画面回到军陵 首次以国王之首的身份 出席御前会议的科尔略微有些紧张 火墨房之战血流成河 这种全面开战的信号 对伊耿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而对于和间帝的问题 几位大臣都有各自的想法 大学士认为应该让图利家族出面 法务大臣说可以凭借救阵的兵力 配合伊耿的弟弟带伦王子协同出战 财政大臣泰兰认为那样太慢 弟弟杰森从西境的凯延城出发 很快就能抵达布莱伍德家族的压述城 原本是献计献策 随着话题深入几位大臣开始互相嘲讽 科尔这时以国王之首的身份定了一个基调 他会召集兵力前往赫伦堡 结合尚布雷肯家族定能一举拿下 说完他看向一旁的国王 伊耿有些兴奋 打算留下伊蒙德守城 带上扬言与科尔一同出战 这里可以留意下 各位角色的人物性格 伊耿比较容易上头 相比之下的伊蒙德则更加沉稳 而性格对他们的命运走向 也会起到关键作用 上级的小梅投桃报李 放弃登船成功救下雷姐 她向雷姐提出了一个不情之情 列席她的御前会议 她这么做一方面是想彻底扳倒海塔尔家族 另一方面她也被雷姐的善念打动 与伊耿相比她会是个更好的王 而对于雷姐来说 伊小梅对红宝的了解 让她成为情报总管也是不错的选择 随后雷姐见到了戴蒙的女儿雷尼亚 她准备让儿子乔佛里 带着幼龙泰雷克修前往古地 以龙的庇护 换取古地骑兵的帮助 而为了保护年幼的王子们 雷尼亚将负责和他们一同前往 并司机带他们去潘托斯来远离战场 潘托斯对他来说算是半个出生地 再为熟悉不过 所以这项任务也只有他能完成 彼时画面来到了兵家必争的赫伦堡 带蒙的出场向来排面拉满 之前拉里斯的一把火 将这里烧得破败不堪 戴蒙手持暗黑姐妹踏进城堡 一路找到了代理城主西蒙斯壮 西蒙没有废话 直接跪在戴蒙面前宣示效忠 游侠王子可以说是兵不屑人 成功拿下了赫伦堡 这里还给了某位女仆一个镜头 她的名字叫做亚历荷文 传闻与梅丽山卓一样 是一位光之王祭司 随后一边吃饭西蒙一边解释了 投诚的理由 家主拉里斯坚定支持绿党 但之前的那把大火 整个家族都清楚就是她放的 她现在是重判清理 斯壮家的其他人 也都愿意效忠黑党 这时戴蒙说了句话 再次体现出了她的野心 这里对戴蒙多少有些魔改 看来在她心中并非将雷姐视为女王 而是觉得自己与雷姐可以平起平坐 或者再狠一点 一旦拿下铁王座 作为妻子的雷姐就该给她让位 君临这边的科尔整装待发 太后向其介绍了弟弟加尔温海塔尔 当年比武大会她被科尔打败 如今父亲的国王之首又被妻顶替 科尔明白 这要是招入魔下无异于杨虎为患 但无奈是情人引荐也不好推辞 这科尔也是个老情种 出发前还讨要太后的信物用来赐福保佑 太后随即地上贴身手帕 两人酸臭的一幕也被加尔温看在眼里 龙石岛的御前会议上 有人建议利用巨龙 冲击绿党的战略阵地 但雷姐极力反对 一旦巨龙加入战斗 那结果将是万劫不复 几位大臣的话愈发轻视雷姐 强调带蒙一走黑党一方已陷入被动 甚至建议雷姐也找个地方去避避风头 行军打仗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去做 因为林过雨 所以雷尼斯总想替别人撑伞 她找到海蛇 恳请将龙石岛的继承人传给雷尼亚 但尽管有理有据 她还是很难接受让女性来继承龙石岛 雷尼亚原本也有一枚龙蛋 但孵化失败成了她一生的痛 这次出行 雷姐将叙拉克斯生下的龙蛋也让她一并带上 这也让雷尼亚得到了些许安慰 重新看到了获得巨龙的希望 短暂地告别过后 雷姐用坚毅的眼神 看向那些即将离去的孩子们 不管在哪里孩子都被视为希望 而当巨龙的火焰席卷为斯特洛 所谓的希望又能支撑多久呢 另一边的太后找到海伦娜 她本想道歉 但还默等开口海伦娜就说原谅她了 这也再次证明 海伦娜确实具备一定的预言能力 另一边的伊耿穿好盔甲 正打算骑着龙去与科尔会合 这时拉里斯求见 她随后的一番话也警醒了伊耿 有论多优优优优优独播 在你的城市 一样是那你的责心 判施的缘独播 而在他的勇气和威力 与他们与他们 另一样是那他的责心 与他的责心 与他的责导 与他的责导 与他决定的战争 与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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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拓与这些罪 与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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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耿肯定了拉里斯的能力 并将其提升为了情报总管 流言虽不可信 但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可能 于是伊耿放弃出征 留在军临警守主位 接下来出场了一名角色 叫做乌尔夫 上级调死捕鼠人的场景中 他也曾出现过 他与之前的铁匠修复一样 都会是后续剧情中的主要角色 他正跟酒友们吹嘘着 自己的坦格丽安血统 这时伊耿忽然带着手下到访 伊耿很快便喝醉 到处乱闯 刚好撞见了弟弟伊蒙德 伊蒙德也是个狠人 直接起身将女伴抛下 示意他们随便拿去玩 第二天一早 科尔刚拦下准备去旅店休息的加尔温 忽然察觉头顶有巨龙出现 几人快速逃向树林躲避 而他们遇见的正是负负责侦查的贝尼拉与她的约舞 几人逃过一劫 加尔温也表示欠了科尔一个人情 另一边的贝尼拉立即将消息汇报给雷姐 压七宝的斯汤顿伯爵立即请命 迅速返回巩固城坊已于外敌 这时大家又开始提醒雷姐 应该果断派龙前往将科尔他们全部消灭 雷姐看了看雷尼斯 对方的表情非常平静 示意雷姐该自行定夺 雷姐表示还需考虑 随即退出了会议 另一边的戴豪留在赫伦堡修正 他被某种力量拉入了一个幻境 其中年轻的雷姐正抱着死去的杰赫里斯 将她的头缝合回原来的身体上 戴蒙突然惊醒 净出现在了赫伦堡中神木林的新术一旁 回到房间的雷姐 打开了之前太后送来的信 其内容虽未能详见 但可以推断满是求和的诚意 随即她找到小梅 希望能想想办法与太后见上一面 太后有个习惯就是去红宝外的教堂宝宝 刚好雷姐可以扮成修女的身份 坐渔船混进城里再潜入教堂 使地芬达克林陪同雷姐一同前往 她在门口警戒 雷姐走进教堂见到了太后 雷姐动之以情 聊到了当年姐妹间的美好回忆 随后又小只一礼 强调全面开战产生的严重后果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寻求某种和平的解决方法 太后这时提到了老国王临终时的遗言 她以母亲的名义启示绝没有半点说谎 她当时非常虚弱并且提到了一耿的名字 她说她的凡思是宝得了 启用这个圣 什么 我 desired别了 我以為了法王临终时 我的父母用这些语言 对他说的凡思 做千误 对他吗 是 她说了 她说过你 那椅子它的梦启 pride 你能否判这没什么 有无法让你的怀疯 那是都是 不错 梦中的戴蒙来到了铁王座的面前 上面坐着的正是年少时的雷姐 雷姐怒斥戴蒙 你造就了我如今却要毁掉我 不过是因为你的哥哥 爱我大过了爱你 戴蒙听完手起刀落让雷姐伸手一触 正所谓谎言并不可怕真相才是快刀 梦中的戴蒙会如此愤怒 正是因为被雷姐说中了要害 随后西蒙将其吵醒杜鸦来报 两周前科尔的军队从军陵出发 军陵北部的罗斯比城 与史多克沃斯堡不战而降 他们的驻军并入科尔麾下 从进攻方向来看他们将针奔赫伦堡 眼下临时组建军队 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对援助进行了改动 精简调了奥斯卡的父亲 直接让他成了图利家的接班人 爷爷虽然病重 但奥斯卡强调 图利家的一切军事调动还是要听他的 戴蒙听完痛批了他一顿 与其这样浪费时间 还不如寻求布莱伍德家族的支援 此时红宝内的太后正在摆弄着巨龙模型 大学士的突然到访 让他一不小心摔坏了模型 这或许也在暗示 某条巨龙将在不久陨落 学士送来一壶月茶 他被称为全有宇宙中打孩子最狠的东西 太后无中生有的解释 会叮嘱那女孩小心服用 他将学士教主又问了一个问题 以你的理解 维赛里斯会希望一耿继承王位吗 学士的回答看似不粘锅 但也基本可以证实 一耿即位的说法本就是无迹可循 学士走后 太后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肚子 随即将月茶一饮而尽 画面来到龙石岛 雷姐不在的这段时间 小杰与贝尼拉 被御前会议上各位领主们来回摩擦 无免女主前来助阵 才让他们稍微有所忌惮 科尔的军队持续利用树林 以及夜晚行军 这也让他们很难摸清 对方的具体动向 当被问到父亲戴蒙 是否回信准备好了应战 贝尼拉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位叫阿福的爵士向来狠跳 雷姐在的时候就经常性地阴阳怪气 这雷姐不在她更是变本加厉 包括面前的雷尼斯也没放在眼里 海蛇的出现勉强稳住了局面 在雷姐返回之前 他们要做的就是互相信任 另一边的科尔他们一路高跟猛进 战胜了穆古镇的达克林家族 上级陪雷姐前往教堂的 更地分达克林 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他的父亲被科尔亲手处决 而科尔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上级女王御前会议上 主动请营的汤斯敦伯爵所在的压七宝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压七宝在穆古镇东北方向 而赫伦堡在穆古镇的西侧 能看出科尔并不想跟戴蒙听正面 他是打算利用地面部队 逐步瓦解掉效忠黑党一方的各大家族 而尽量避免巨龙间的交战 也正是太后的意愿 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讲 太后看上去像是做到了 对父亲奥托的承诺 自有办法拿捏科尔 另一边的红宝内 逼耿听说戴蒙轻取赫伦堡 被气得快要疯了 如果说拉里斯可能只是强行辩解 那伊蒙德随后的战略解答 则彻底说服了众人 原来关于这次的进攻计划 科尔给他发了私信 他会洋装进攻赫伦堡 实际将矛头一转指向压气堡 那里手被薄弱 而一旦攻陷 将彻底阻断龙石岛与陆地的连接 这也会让对方的巨龙与地面不对 很难完成有效的配合 伊蒙听完有些疑惑 身为国王他竟对此毫不知情 伊蒙德也算给他留了面子 用瓦雷利亚与加密着调侃 您这一天日理万机的 这些带兵打仗的小事交给我就行了 尽管有些不太情愿 但伊耿也很清楚 军事计谋上他确实比不过伊蒙德 他决定忍气吞声 而眼前的伊蒙德 开始逐渐显露出摄政王的姿态 会议完毕拉里斯找到太后 太后便解是吃坏了肚子才缺席了会议 精明的拉里斯看了看桌上的月茶杯子 却仅没有拆穿他的谎言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 太后就十分忌惮 与科尔的奸情被他识破 但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拉里斯这人绝非恋爱恼 他对太后留有欲望 但还达不到迷恋的程度 他的人物底色 与泉油中的小指头极为相似 其实作为拉里斯这个级别的人物 当然清楚伊耿即位 并非老国王的本意 他或许不知道太后会见了雷姐 但还是能看出太后的情绪不太对劲 为了确定他对待战争的决心 他试探性地询问 您对老国王传位给伊耿的决定 是否有过怀疑 赫伦堡的带蒙辗转难免 一个身影从门前经过 他拿上暗黑姐妹一路紧跟 对方的身形很像伊蒙德 但走近一看 眼罩的后面却是一副自己的面孔 对方没了踪迹 带蒙随后见到了亚利 寒暄了几句后亚利直奔主题 来到赫伦堡 带蒙没有送出一封信 这是否意味着他有独立称王的想法 带蒙让他闭嘴 但亚利没有照做 他一边继续说着 一边递给他一杯调配好的饮品 这女巫压力确实有点 从现在的设定来看 他与泉油中的梅利山卓非常相似 醒来的带蒙出现在了会议桌前 正与威廉布莱伍德商量着合作事宜 这要劲确实不小 王七兰纳尔的身影 竟然恍惚间出现在了眼前 威廉的态度非常直接 只要带蒙凭借巨龙打垮布雷肯家族 那么布莱伍德的士兵将任期调配 另一边的科尔不顾加尔温的反对 打算在白天直接发起进攻 虽然龙石岛就在对岸 黑党的巨龙随时可能支援 但科尔依然有着必胜的决心 至于缘由咱们后面再说 画面回到龙石岛 返回的雷姐出席会议 听闻雷姐失去与太后议和 小杰对此非常不满 眼下科尔的军队已经逼近压气宝 必须要派巨龙前往支援 雷姐看出小杰 将他求和的态度视为软弱 于是主动提出 亲自带上叙拉克斯前往 小杰本想替姆赴险 但以缺乏经验为由被雷姐劝退 这时雷尼斯主动请战 作为己方最大的一条龙 梅利亚斯绝对是这场战斗的不二选择 雷尼斯的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她的决定由理有据 不惧怕任何人来反驳 眼下时间紧迫 雷尼斯必须立刻出发 而军临城中的伊耿 却在叛逆的路上越走越远 太后找他聊了一次 撵走奥托本已酿成大错 他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什么都别做 伊等斯莱想去越想越是气不过 营九壮胆后齐上扬言 决定亲赴战场证明自己 与此同时雷姐叫来小杰 向她说了那个家族世代维护的秘密 The Targaryen who sits the Iron Throne is not just a king or a queen they are a protector ordained to lead the seven kingdoms to strengthen them and to unite them against a common foe my father believed that I alone was meant to be this protector but to unite the realm I had to send the dragons to war the horrors I have just loosed cannot be for a crown alone that is why I must believe what Viserys told me when he named to me his heir what Jaehaerys had told him and what I will now tell you Aegon the Conqueror's dream he called it 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科尔的大军正在攻城 隐约看见了巨龙的身影 眼看红女王杀入阵中 所到之处被龙岩瞬间融化 而这一切都在科尔的预料之内 他叛覆手下发出暗号 不远处的树林中 一头蛰伏的巨龙缓缓起身 正是伊蒙德与瓦格哈尔 正准备起飞的时候 扬言从他们的头顶经过 伊蒙德气愤地骂了一句 示意瓦格哈尔先按兵不动 伊耿的乱入给下面的科尔 直接弄猛了 他以为伊蒙德没有收到信号 没想到他会故意拖延出战 见死不救 一边是无眠女皇 一边是新任国王 一边是被称为 有史以来最快的龙梅利亚斯 一边又是被称为 有史以来最雄伟的龙羊岩 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 缺乏战斗经验的伊耿 被雷尼斯顽念 而不远处的伊蒙德 终于按耐不住 带领瓦格哈尔加入战场 此刻城堡内的守军充满绝望 之前净显狼狈的科尔 与伊耿也重新找回了自信 伊耿本以为即将扭转败局 但他没想到在伊蒙德心中 根本就没有在意过他的死活 被误伤的扬言 直接带着伊耿重重地摔了下去 梅利亚斯有着速度上的优势 本可逃跑 但雷尼斯想了片刻 还是决定返回继续应战 他固定了安全所 看来是执意死亡 这里我们分析下他的想法 刚刚伊耿明显缺乏战斗经验 让他主观上认为伊蒙德也是如此 日后若他稍加练习会更难对付 而眼下他刚刚误杀了青生哥哥 或许正背负着一定的心理包袱 绿挡最强的龙就在眼前 这也可能是打败他的最好机会 即便不能取胜也要死斗 尽可能地将气重创 正如雷杰想的一样 一旦巨龙加入战斗 生灵涂炭便是唯一的结果 永远来 ح dense 优优独筒 武刘 是 的 梅利亚斯将城堡砸了一个窝口 活下来的士兵们纷纷涌入 科尔从废墟中缓缓起身 看着眼前大功告成的场面 他却察觉不到一丝胜利的喜悦 现在的拥王者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确定国王是否还活着 他示意一旁的骑手跟他去找国王 可留给他的只有一团灰烬 谢灵铁威的誓言 是终其一生都要为君主效命 虽然在情感与肉体的冲击下 他确实违背过誓言 但守护国王的想法 无论何时都没有动摇过 君临城内 梅利亚斯的头被割下来游街示众 曾经不可战胜的巨龙从神坛跌落 仓为肉体繁胎工人们近距离观赏 他们将胜利的功劳归结到了国王伊耿身上 但这所谓的胜利并没有换来民众的喝彩 眼下君临城的平民们生活得非常窘迫 实不果腹的现状 让他们根本无力思考 实物以外的问题 唯一担心伊耿的只有太后 他看了看伊蒙德身上挂着的匕首 正是老国王传给伊耿的 没人知道在两百多年后 他在爱丽亚的手中 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 重伤的伊耿被抬进王宫 队伍从海伦那的眼前经过 他的情绪却异常平静 学士的小心翼翼地取下 被龙燕灼烧后嵌入他皮肤中的铠甲 疼痛肉眼可见 太后只得站在一旁 祈求七神保佑 伊蒙德缓缓走了进来 冰冷地丢出了一句话 眼下的一切太后都看在眼里 为了理清一梗重伤的经过 他找到科尔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或许是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 科尔三间七口 将伊蒙德的罪行掩盖了下去 龙石岛的御前会议上 阿福爵士又开始抱怨 现在陆地上 我们陷入了全面被动 唯独剩下了戴蒙那边的一只毒苗 可你们两口子之前还吵了一架 眼下也不知戴蒙 到底是不是跟咱们一条心的 雷姐反问 怎么的 你是对我的能力有看法吗 雷姐的想法 是提醒各方领主做好战略防御 但几位大臣的想法则更为激进 觉得应该利用一等重伤 绿党权力不稳的时机大局反攻 要么收复失地 要么直接袭击军灵 为了确保反攻的胜算 雷姐强调他必须亲自出战 而出于安全考虑 大臣们只得收回刚才的想法 毕竟眼下戴蒙的立场还无法确定 如果雷姐出现什么意外 那黑党一方将群龙无首直接陷入溃败 其实雷姐反将一波大臣们 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了保护小杰 因为一旦大局反攻 那小杰必定加入战局 而母亲对他的保护 在小杰看来更像是羞辱 他原本想去赫伦堡 劝戴蒙公开立场 但转念一想还有其他办法 那就是拉拢鸾河城的弗雷家族 北京史塔克的部队正在南下 刚好可以利用那里的渡口 一路抵达河间地的中心区域 他让贝尼拉提他保密 等他离开后再去告诉雷姐 另一边的戴蒙继续排面拉满 他按照与布莱伍德家族的约定 骑着科拉克修苦口婆心的 劝降布雷肯家族 戴蒙并未发动龙焰 与其一举歼灭 将他们的部队内入麾下 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于是他劝说威廉 以某种特别的方式 继续施压布雷肯 接下来进入了一段 会员付费的剧情 幻觉频发的戴蒙 这回梦见了一个白发女子 正是他的母亲阿莱莎坦格利安 也是第一位屈服梅利亚斯的人 梦中母亲的话略带蛊惑 声称他是为了加冕而生 比维赛里斯更适合成为国王 回到现实的戴蒙与西蒙 聊到了赫伦堡的修缮工作 西蒙表示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拉里斯将财富全都搬去了军林 眼下的剩余只够维持几人的温饱 当他问到是否该给雷杰 写信寻求金钱上的援助 却被戴蒙一口回绝 他现在对王位权力的渴望 比刚来赫伦堡的时候还要强烈 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即便强如戴蒙也指的技术入股充当一份劳力 亚历这时找到戴蒙 他有着某种魔法 通过风声传递动裁到了戴蒙的计划 他让威廉绑架布雷肯家族的儿童与女性 以这种极为卑劣的方式 强迫对方效忠戴蒙 戴蒙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意 他提醒亚历 眼下一梗成了废人 要是伊蒙德那个变态继承王位 整个全国都将名不聊生 所以你最好祈祷 永远不要见到那个独眼怪物 亚历反问 你口碑也没比伊蒙德好到哪去 但话说回来 你的这些手段 也不过是在执行女王的命令吧 这可叫仅成了 还可可求 还不如我能有访量 是上方这个受的人 那些人们叛向她 靓人就换于了她 众人需要力 谁比较身赛 谁是最好的 在尔茜德那个 或死于一的重莫 或者是C less 是上海的一代 过这样的 原本已经成功收复 但在午夜时刻 布雷肯家族跑来找戴蒙请愿 他们本已归降 但布莱伍德实在是不讲武德 烧杀抢掠可谓是无恶不作 戴蒙听完默口难辨 因为当下的情况本就是他暗中受益的结果 对方眼看请愿无果于是把心一横 收回投诚的想法 决定与一切侵犯者死磕到底 所谓的维达目的不择手段 终有一天将被其反噬 只是这报应来得太快 戴蒙的一番操作 换来的只有一地鸡毛 另一边的小杰来到鸾河城 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伏雷家族效忠雷姐 以此换取赫伦堡的控制权 画面来到古地爱玲家族的英朝城 眼前这位与雷尼亚对话的便是简尼爱玲 双方的关系有些微妙 简尼想要稳固她的继承权 所以选择支持黑党以换取巨龙的保护 但雷姐派来的却只有两条右龙 这也导致简尼承诺的一万五千兵力 迟迟没有兑现 回到军灵的御前会议上 太后提议 在一耿清醒之前该选出一人作为摄政王 对此她当仁不让 毕竟老国王在位的时候 她就有过相关经验 克尔与与雷尔 太后被科尔摆了一道 但从客观条件来看 伊蒙德摄政确实也要强于太后 这也是为何太后只拿到了大学士的一票 其余四票全部倒向了伊蒙德 权力的旁落也让海塔尔家逐渐走向没落 曾几何时他与父亲奥托呼风唤雨 如今物是人非 左右两边的男人更是忘恩负义 太后猛然发现小丑竟是他自己 他私下找到科尔询问缘由 经历过雅七宝战役后 科尔正面见识了巨龙的力量 所以既然让巨龙加入战斗 那就该让一名龙骑士来统领我们 至于所谓的正义 与无情的战争相比根本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边的铁匠修夫 还在傻等着国王承诺的工程款 妻子劝他清醒一点 若要女儿活命 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出军林 而为了避免平民的大量外逃 伊蒙德下令将城门紧闭 修夫一家被守卫拦下 只得原路返回听天由命 另一边的雷杰找到小梅 示意当前的局势 她根本无从下手 小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 与正面战场相比 军林城的内部或许更易贡献 Crist and Cole made a mistake Parading a dragon's head through the streets Like a prize of war But the people see an ill omen Yes as do I They are afraid Bread is scarce The king has fallen They whisper to each other That when Viserys lived There was peace But whispers tear down stone Or break shields Do not underestimate your subjects They are a thousand thous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Red Keep And forgotten For too long And you think they will turn to me To the discontented Rumours are feed 所谓用兵之道 龚心为上功成为下 小梅派出侍女一连打 借着夜色偷偷溜进军林城 她将这里开展地下工作 以拥护女王的思想为武器 为雷姐开辟新的战场 雷妮斯的陨落让海蛇心痛不已 雷姐派贝尼拉将女王之手的信物 交给海蛇 海蛇原本迁怒于雷姐 但外孙女的话却让她十分动容 她的母亲与外祖母 都因巨龙而王却也死得其所 她为了亲人而战 沐浴龙艳荣誉加深 这种伟大的结局 也是贝尼拉终身向往的 怀念雷妮斯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她的一致继续前行 雷姐这边单独找到阿福 希望她能前往赫伦堡 雷姐强调阿福的家族绝不会倒向绿党 阿福也承诺只要活着就绝不会叛变 雷姐清楚她在召集军队 她希望阿福能去探亲虚实 戴蒙的真实意图 到底是为了女王还是为了自己 最后再帮她带句话 就说如果可能的话 她很想将上次没说完的话题继续聊下去 能够看出雷姐对戴蒙依旧抱有希望 但在希望面前 她理想中的戴蒙已经越走越远 故事最后 返回的小杰来向她汇报情况 雷姐正看着书上的维桑尼亚 她是第一位驯服瓦格哈尔的棋手 也是暗黑姐妹的第一位持有者 能看出雷姐对她非常崇拜 但小杰却不希望 她成为第二个维桑尼亚 这里有着一定的隐喻成分 单从能力来讲 维桑尼亚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但在她死后出现了一些传闻 说她谋害了国王伊尼斯 并将儿子梅格扶持上位 所以小杰口中的不希望 也有一部分是不希望雷姐成为侍卿者 雷姐先是夸赞小杰 为他们争取到了新的盟友 随即开始驯话 她根本不理解 那种母亲保护孩子的良苦用心 雷姐感叹要是能再多几条龙 也就不会瞻前顾后 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 小杰的话将其警醒 咱们这可是龙石岛 最不缺的就是龙 画面先是来到西境的金牙城 这里是前往河间地的必经之路 也是守护西境的咽喉药地 这里盛产金矿 也因此确保了兰尼斯特家族的富有 杰森的部队停下休者 并写信给伊蒙德 等他骑着巨龙前来 他们将一同出战 狂妄的杰森让伊蒙德非常气愤 他让御前会议上杰森的弟弟泰兰带话 巨龙的保护你想都别想赶紧去打赫伦堡 不然的话别等带蒙出手 我就能直接灭了你 为了摆脱海蛇一家的海上贸易封锁 伊蒙德还打算联合自由城邦的三城同盟会 也就是里斯密尔与泰洛西 有了他们的加入 绿党势必能在海上重新迎回主动 太后这时提出这所谓的盟友并不完全可信 科尔也表示赞同太后的说法 从这场会议不难看出 独断专行的伊蒙德 根本不把别人的建议放在眼里 他的行事风格也十分激进 联合一切势力不管对方的品行如何 为了取得胜利他可以毫无底线 会议过后他将太后留下 免除了他参加御前会议的资格 尽管太后试图以母亲的形象极力挽回 但还是无法改变摄政王的决定 另一边的龙石岛上 海蛇以女王之首的身份出席了御前会议 雷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叫来史蒂芬达克林爵士 他们家族曾与坦格利安家族联姻 他祖母的祖母就是坦格利安家的一位公主 所以他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驾驭巨龙 他当然明白驯服巨龙将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但与为了家族复仇绿党相比 这样的风险他必须承受 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对女王的誓言 另一边的赫伦堡内 游侠王子戴蒙继续着到梦空间 这回眼前的铁王座上正是哥哥维塞里斯 他向戴蒙提起了那些陈年往事 字里行间都是哥哥对弟弟的细心呵护 在这道德绑架般的拷问之下 本来打算独占王位的带蒙 其内心深处却备受煎熬 我懵我会继续 西蒙爵士还真是挺冤的 他对戴蒙其实绝无二心 主要原因就是 那两位王子的身体里流着思壮家的血 而为了摆脱噩梦 戴蒙也打算暂时换个地方住 他在路上遇到了亚历 他告诉戴蒙许多事情其实早有定数 在神的眼里他们只是棋子而并非棋手 至于王位 其实他的哥哥维塞里斯也并非多么渴望得到 他将王位传给雷姐 不过是因为他确实可以做到拿得起也放得下 所谓欲带王冠必成其重 你既然那么想要得到王位 又是否仔细想过需要承担的责任呢 亚历的话让戴蒙对他逐渐另眼相待 他随即开始询问 关于河间地领主间的问题他有何见解 亚历认为对于整个河间地来说 图利家族的作用至关重要 戴蒙听完笑了笑说道 他们的组长常年卧床不起 就是想拉拢也根本无从下手 过了三天戴蒙再次梦到了哥哥 他在王妻艾玛艾琳的遗体前痛哭不已 戴蒙收回了之前的狂妄 不断地安慰着维塞里斯 西蒙这时将他叫醒 图利家族葛拉佛现已离世 亚历也去尝试过救治 但他重病已久谁都没有办法 而年轻的奥斯卡即将成为图利家的新家族 戴蒙这才明白 亚历前往奔流城就是为了送他最后一程 西蒙走后戴蒙痛苦 一方面是喜极而泣 另一方面也是为被怕的兄弟间的情感而心痛不已 由此看来戴蒙对于王妃的野心正在逐渐降低 另一边的龙骑士选拔先将第一条龙定为海燕 一段音律呼唤后海燕缓缓登场 史蒂芬学着用瓦维利亚语 示意海燕要对妻服从 海燕听完竟然直接低下了头 这驯服的过程好像比预想中的还要容易 龙卫示意他可以试着过去骑在龙背上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 看着眼前的海燕他一度以为真的成了龙骑士 都说收益越大风险越大 而这驯服巨龙的过程 势必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面对谢倒爵士巴提摩斯的质问 雷姐一怒之下给了他一巴掌 提醒对方别忘了对他的尊敬 愤怒与交集叠加 让他放下了柔和的一面 他本能地提起铁键 展现出了内心中的亮剑精神 小梅这时前来劝谏 选取龙骑士的想法没有错 必要的伤亡也是在所难免 随后他接着说道 上级他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君临城的民众正无处发泄怒火 而他们今晚就会将这怒火彻底点燃 伊蒙德或许会武力镇压 但那只会加深双方的仇恨 让民众的怒火不断持续下去 君临城的小酒馆内 乌尔夫听到那位服侍过伊蒙德的老姐正在吹嘘 前几天摄政王的庆典上 他的姑娘们被派去住行 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临走的时候 还都拿了一大笔钱 其实这位老姐是在故意散布消息 看来他已被小梅派去的手下成功策反 铁匠修夫的妻子排了一整天 等到了他的时候食物却已发完 看着一旁护送巨龙口粮的队伍 食不果腹的民众开始无情谩骂 作为小梅的直接对手 绿党的情报总管拉里斯 同样理解民心的重要性 他提醒伊蒙德应该对此加以重视 伊蒙德还是太年轻 只是简单的一位 打破海蛇的贸易封锁 那些挨饿的人自会填饱肚子 根本不知道作为一名统治者 除了带兵打仗 他还要无时无刻地给民众注入希望 拉里斯眼看他听不进去便换了话题 原来科尔是辅佐伊根国王的 那现在新的国王之首是不是也该选了 伊蒙德嘴上说着高兴实际上恨得牙根直痒 伊耿却实命大 但眼下还是无法动弹 就连说话都十分费劲 伊蒙德有意施压 伊耿心领神会 表示对于那天的事情完全不记得 准备离开的伊蒙德又提点了一下大学士 我哥看样子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言外之意就是 你那医术什么的尽量停一停 并非所有人都希望伊耿会立即康复 另一遍的英朝城内 雷尼亚收到了雷吉奥亲王的回信 他同意雷尼亚带着两位小王子 伊耿三世与维赛里斯二世前往潘托斯 雷尼亚一早带着乔佛里在外面闲逛 发现了被龙燕烧焦的遗海 简尼强调确实有条巨龙会来这里寻找猎物 他的体积很大 但却并没有被人驯服 埃琳与亚当这对兄弟 对待海蛇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 埃琳每天都会将长出的白发刮镜 面对海蛇的提拔他也经常推辞 就是为了不想让别人以为 他是凭借与海蛇的关系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亚当却觉得他是在浪费机会 为何这样的机会海蛇不给他呢 The riches Servants The driftwood throne We spend the whole of our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sea snake's great castle Do not wish to dwell in it any longer And so you belittle your great opportunity While me He ignores As he always has The sea snake would sooner have Hightide claimed by the sea And call us his sons 这里盲猜一下 因为亚当的头发是黑色 所以海蛇也有理由怀疑 亚当并不是他亲生的 夜幕落下 小梅娜燃起恩怨的火种 也已抵达军林 几艘黑党的小船陆续靠近岸边 上面的食物既是女王 对陈明最好的馈子 也是伊蒙德永远学不来的 那注入民众内心最大的希望 科尔即将再次出征 太后本打算送行 却先碰见了弟弟加尔温 父亲奥托迟迟没有给他回信 弟弟表示不必在意父亲 一定有他的理由 听闻小儿子戴伦性情温良 不像两个哥哥一样乖张残暴 太后的情绪稍显安慰 他目送科尔慢慢离去 与第一次送别相比 少了几分情人间的留恋 却又多了几分事态方便下的无奈 随后他找到海伦娜 打算一同前往教堂 为伊耿点上一根蜡烛用来祈福 而海伦娜的脸上毫无表情 仿佛伊耿从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一早 君临城的平民便纷纷涌去岸边抢夺食物 铁匠修夫也顾不上什么道理 直接在别人手里抢下了一代 民众的情绪被彻底点燃 他们将教堂包围想找王室成员讨的说法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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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能触开 有发 被伊蒙德嫌弃的拉里斯再次找到一个 他拦下即将服用的指通药 准备在他清醒的时候说出那些废纸言 他一出声腿部便留下残疾 这是能换来一部分的同情 但更多的则是无情的冷眼 所以伊蒙与他一样 都要直面身体的缺陷 从而积蓄更大的力量 两人的同盟在此确立 拉里斯将保障他的安全 伊蒙也将韬光养晦 在逆境中寻找翻盘的机会 另一边的亚当正在海边工作 巨龙海烟忽然盘旋在了上空 随即俯冲直下并且一路追着亚当不放 亚当躲进了树林本以为逃过了一劫 画面回到雷姐这里 小梅正在滔滔不绝地汇报着工作进展 他们瓦解明星的计划可谓实现了初步胜利 但他在雷姐的脸上却猜觉不到丝毫喜悦 雷姐表示他对战斗胜利并没有十足把握 除了大臣们就连小杰都在质疑他的能力 在他们眼里戴蒙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关键因素 而戴蒙被称为游侠王子 一辈子都是在为了自己而活 很难想象他会让我随意掉钱 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那个他梦寐以求的王位 就注定了我们的感情早晚会有裂痕 雷姐担心 戴蒙可能做好了自立门户的准备 小梅则不断鼓励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有着与绿党一战的实力 小梅情到深处说出了脖子上勒痕的来历 那是变态的父亲为了满足兽欲时留下的 他还导致了小梅终身无法生育 小梅的真情流露 也让两人原本的友谊逐渐升华 看着眼前的亚当雷姐立刻表明身份 之前曾有过铺垫 亚当的性格是不甘平庸早就想一盏报复 所以面对着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立即担心下跪宣誓对女王效忠 雷姐有些顾虑于是上前询问 亚当坦言他其实并未想过御龙 是海燕主动找到他的 但既然天降大任 他也随时准备好了去为女王赴汤蹈火 当问到出身问题 亚当并未提到海蛇的名字 只是说他来自一个贫困的家族并没有族谱 女王听完难掩兴奋 命令亚当即刻归队 耐入正式编制 另一边的红宝内 伊蒙德正在处罚两位御龄铁卫的关系 法务大臣铁棍 听闻了海燕被人驯服的消息 询问拉里斯是否该向摄政王汇报 拉里斯的立场明显倾向重伤的伊耿 所以他有意引导铁棍 这种空穴来风的谣言 最好不要惊动伊蒙德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掉以轻心 而一旦出现机会 他便可以扶持伊耿重夺实权 龙石岛的御前会议上 大家都在议论这位天选龙骑士 虽然不清楚对方的性命 但海蛇还是隐约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他没有继续多言提前离席了御前会议 而小杰的目光有些异样 好像对这选拔结果并不算满意 眼下终于出现了第一位新进龙骑士 但对雷姐来说还远远不够 小梅建议 其实除了那些有记载的正统血脉 还可以考虑君临城中那些没有名分的 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低 一旦破格成为龙骑士 定会对您感恩戴德 海蛇这边找到亚当 他也很难想象亚当竟然成了御龙者 海蛇向来对艾灵偏爱有加 也正因此他现在多少有些歉意 于是特意过来以一位严父的口吻 郑重地向亚当送上了一句鼓励 随后他按照女王的指示找到艾灵 准备几艘船用来与军林那边联络 随即他说了亚当的事情 从两人的对话基本可以推断 兄弟俩的母亲应该具备坦格利安血统 这里还有一个小伏笔 之前贝尼拉曾对海蛇说过 他是血与火而朝头倒的继承者 该是严与海 而眼下艾灵正向海蛇沉默 除了严与海 调土利家族会谨守誓言 但誓言的核心内容是为女王效忠 言外之意就是 戴蒙一定要立场鲜明 如若背叛女王 那就别怪土利家族翻脸 奥斯卡接着提醒 有些家族早与戴蒙结怨 所以能否悉数听命他也不敢保证 正如奥斯卡预料的一样 位于河间地红粉城的派伯家族 率先唱起了反调 他们的组长培提尔派伯 不断谴责戴蒙之前联合布莱伍德家族 对布莱肯家族做出的种种恶性 正所谓英雄出少年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 年少的奥斯卡距离力争 那犹如王者的气场 甚至一度压制了戴蒙 威廉布莱伍德第一个下跪后 宣誓效忠 不成想却被摆了一刀 奥斯卡决定让他为之前犯下的罪行买单 而戴蒙为了赢下整个河间地 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位曾经的盟友 作为暗黑姐妹的持有者 其基本要求就是杀法果断 戴蒙上前手起刀落 已经到了生命末期 他拿着手中的王冠 示意自己其实并不渴望得到 同时他也在提醒戴蒙 这个曾经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对他来说是否真的高于一切 包括两人间的兄弟情谊 当然也包括他与雷姐的感情 另一边的英朝城外 简尼送别了雷尼亚与两位小王子 他们将跨海前往潘托斯 以避免战争的波及 城门刚一关闭 雷尼亚便脱离队伍寻找起了巨龙的踪迹 当年为了驯服海燕 他差点失去性命 但即便这样成为御龙者的信念 却丝毫没有动摇过 画面回到红宝 拉里斯提醒学士应该让一等增加训练 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他的康复速度 当然他也会加派守卫 以防消息泄露出去 如今太后全力旁落 他叫上了侍卫瑞卡德索恩爵士 打算指在他一人的陪同下 远离这喧闹红宝区御林散散心 御林的位置如图所示 在君陵城的南部是王室狩猎的地方 太后到此并不是想洗尽千华 这片刻的平静过后 将是更为猛烈的腥风血雨 小杰这边找到雷姐 表达了对于平民御龙的不满 这件事如果普及势必会影响 坦格丽安家族的权威形象 而这些野生御龙者中 一旦某人自命不凡开始凯王位 那对整个王朝的统治来讲 都将是毁灭性的 雷姐强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小杰这事画风一转 你认为我会有黑色的脸 当你把哈温的弹势 原来对血统的偏执 正是出于他绅士的特性 所谓剑在弦上不得不乏 平民御龙的计划是在必行 雷姐也根本无法顾及上小杰的尊严 小梅让艾琳将信件 带给军林那边的眼线 收到信后那位侍女按照指示 走遍大街小巷散布 选拔御龙者的消息 酒友们听闻后一同恭喜乌尔夫 但他对此的态度其实并不坚定 与其相比 另一边的铁匠修夫 已经下定决心 他向妻子表明身世 母亲之前从事皮肉生意 并且留着一头银法 他曾对修夫说过 他兄弟的儿子就是维塞里斯和戴蒙 从这里可以推断剧中修夫母亲的设定 就是杰赫里斯国王的第九个孩子 塞尼拉坦格利安 也就是说杰赫里斯就是修夫的爷爷 塞尼拉因丑闻事件被送往救阵 成为了一名兄女 后来他逃去了海峡对岸的 李斯做起了皮肉生意 原著中有过一则传闻 他的一个孩子非常像年轻时的杰赫里斯 这里还要插上一句 杰赫里斯国王的巨龙 正是龙石岛上的青铜之怒沃迷索尔 目前按体型排名第二仅次于瓦格哈尔 眼看这buff都叠满了 咱们就直接快进到驯龙的环节 几十人一同来到龙石岛 龙卫将此理解为是对巨龙的亵渎 于是不顾雷姐的阻拦集体罢工 这次的驯龙目标 除了青铜之怒 还有一条名为银翼的巨龙 他的上一位拥有者 是杰赫里斯国王的妹妹 王后亚历山坦格利安 雷姐先是一波动员 而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 她也会身先士卒 亲自充当龙卫的角色 随着一阵瓦雷利亚与青铜之怒 被慢慢唤醒 雷姐将其控制住 请上了第一位选手 随即雷姐一众退下 真正的血色播种才正式开启 修夫克制住了内心的恐惧 我准备了 直面青铜之怒 并成功将其驯服 雷姐对此根本谈不上任何行为 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需要 一切也都是为了赢回 那个本就属于她的铁王座 另一边的乌尔夫 一路逃向洞穴深处 她不小心踩碎了龙弹 引来了对方母亲淫逸的愤怒 军林的御前会议上 铁棍正会抱着荷湾地的战况 蒙德海塔尔 遭遇了毕斯伯里家族的顽强阻击 而林曼毕斯伯里 正是上一季被科尔当中 抹了脖子的财政大臣 所以双方的仇恨不言而喻 铁棍接着说 好在戴伦王子的龙特塞里恩 终于可以参战 有了他的加入 海塔尔的军队定能横扫荷湾地 这时话音未落 窗外忽然传来守军们 关于巨龙来袭的呼喊 伊蒙德见状立即做出反应 而飞抵军林上空的正是 刚被驯服的吟一刀 乌尔夫看来很有御龙的天赋 第一次试飞便在军林的上空来回盘旋 伊蒙德则快马加鞭 骑上瓦格哈尔朝着他离去的方向 一路追去 前方就是龙石岛 瓦格哈尔眼看就要上头 不停嘶吼一副决战的架势 伊蒙德忽然察觉出了异样 冷静判断勒令他立即掉头 明面上是三条龙 其实还有海燕乐舞沃马克思 与三城同盟谈判的过程 对方提出需要100枚金龙 一金龙等于11760同分闭 并且绿党一方获胜后 还要归还被海蛇和戴蒙夺走的 十阶列岛 作为交换他们会为泰兰提供一支舰队 很快便能突破海蛇对于航道的封锁 眼下战况紧急泰兰 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随即对方叫来一位名为 洛哈的舰队指挥官 只有他亲自同意 舰队才能为泰兰所用 而他一登场便与拳游来了一波亲力互动 原著中的沙拉克洛哈为男性 剧中改为了女性角色 两人按照当地的习俗 在泥江中来了一场摔跤 稍显文弱的泰兰也算硬气了一把 成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原本不善英律的泰兰在晚宴上献歌一曲 没想到却迎来了一支好评 洛哈看他的眼神逐渐拉丝 随即承诺会轻率舰队与他同行 眼看大事已成泰兰本打算回去休息 洛哈将他拦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另一边的伊蒙德在龙石岛落荒而逃 于是将怒火倾泻在了巴尔埃蒙家族所在的尖角城 如此癫狂的行为传回军灵 拉丽丝直接找到伊耿说出了逃亡的计划 年轻的伊耿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 反问为何不直接夺回王位 等伊蒙德返回的时候再将其扣押 拉丽丝解释 眼下能与黑党抗衡的唯一力量就是瓦格哈尔 所以此刻即便夺回王位 若将伊蒙德囚禁那绿党一方战败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眼看伊耿的眼神有些涣散 拉丽丝上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他早将赫伦堡的大量财富 存进了布拉佛斯的铁金库 不管黑绿两党相争的结果如何 这里的民众都将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而他们手握财富刚好 可以在那个时候来解救民众 这便是收割民心最有效的方式 画面回到龙石岛 小杰在会议室遇到了铁匠修夫 以及酒鬼乌尔夫 修夫还算守规矩提醒酒鬼这是王子 但乌尔夫却缺乏理数 还以御龙者自居表示 该与小杰平起平坐 小杰将其痛骂了一顿 都说喝酒不骑龙骑龙不喝酒 这嗜酒如命的乌尔夫 看来并不是一名合格的龙骑士 另一边的海蛇为了纪念雷尼斯 将他的剑船更名为了无眠女王 他提醒雷姐不要轻敌 绿党一方还有两条巨龙 分别是戴伦的特赛里恩 以及海伦娜的梦火 眼下他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以巨龙的数量优势争取 将绿党一击毙命 其实海蛇还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占据着赫伦堡的戴蒙 雷姐当然也明白他的重要性 之前派去的阿福 阿尔夫雷德 爵士也已抵达 阿福原本是来劝戴蒙表明立场 可没想到画风一转 竟成了煽动的一方 他认为女王的形势优柔寡断 想要取得胜利 他们需要的是一位国王 戴蒙听完没有任何回复 而两人的谈话 也被一旁的西蒙爵士听到 到了晚上压力将戴蒙领去了神木林 决定将预言向其展示 而戴蒙对此也已不再避讳 赫伦堡的这段生活 让他逐渐相信了命运的不可抗拒 就在戴蒙触碰于梁木 星术的同时 与全游联动的未来画面 瞬间涌入他的脑海 这段梦境的元素很多 从血压不灵灯和闻 也就是全游中的三眼乌鸦 盗叶王率领的异鬼大军 再到战死的巨龙 以及踏过血腥战场后 沉入水中的带蒙 之后又出现了 全游中龙妈浴火后的三龙将士 最后是雷姐登上铁王座 以及梦行者海伦娜对她的忠告 这里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那条战死的巨龙很像海燕 而为了避免剧头 梦境中预言的剧情 咱们就不做进一步分析了 另一边的雷姐宴请了三位新进龙骑士 这场宴会更为具体地展现了三人的性格 亚当基本不怎么说话 只是强调会为其效忠 乌尔夫话最多 但翻来覆去都是一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铁匠修夫则比较务实 直接询问女王的下一步指示 雷姐决定要先发制人 提醒他们学好御龙的必备口令 两天后即将出战 就在这时贺伦堡的西蒙爵士发来信件 带蒙集结了大军 但她的立场恐怕有变 雷姐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决定 亲自去一趟贺伦堡 但她也做了两手准备 叫上亚当与她一同前往 雷姐抵达贺伦堡西蒙爵士出门迎接 亚当则骑着海岩盘旋在上空保持警戒 其实她对戴蒙的立场也很难确定 可以说有一定堵的成分 叙拉克斯落在破旧的屋顶上 喧闹的众人也逐渐安静 戴蒙在贺伦堡做了一整季的梦 也正是这些梦境让她与雷姐的距离再次拉近 或者说她彻底想清了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而除了精神层面 还有一件客观事实也影响了戴蒙的决定 那就是和间帝的图利家族对女王的坚定拥护 戴蒙缓缓走近雷姐 而面对和间帝的诸位将士 女王最需要的就是戴蒙的表态 她用瓦雷利亚语告诉雷姐 那冰与火之歌的传说她也看到了 领东将至那些外来入侵者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再来看看另一边的军灵 太后找到海伦娜试探着询问是否想过离开这里 作为梦行者的海伦娜 其实早就看破了一切 所以在哪生活对她来说都没有区别 这时伊蒙德不请自来 为了避免更多坦格利安的血统逃去龙世道 她不顾民众的生计问题彻底封锁了渔船 而找到海伦娜就是为了让她与梦火加入战局 眼看对方不同意伊蒙德打算来应呢 忍了好久的太后终于爆发 将她的这种无能狂怒从头到脚地奚落了一遍 她将愤怒倾泻到了尖角城的平民头上 这对战局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不过是想用外在的强大来掩盖内心的软弱与恐惧 想取得胜利有多种方法 但唯一不可行的就是让纯良的海伦娜去屠戮生命 教训完了伊蒙德太后找到大学士 她打算离开军林为了战争的和平解决做最后一搏 晚些时候伊蒙德再次找到海伦娜 以近乎祈求的口吻劝她与其联手前往赫伦堡 其实从海伦娜的角度来说 当王子杰赫里斯被人残害后 她便自我确认了梦行者的预知能力 所以从那以后她不问事实 甚至面对伊蒙重伤也十分平静 接下来是两段不太重要的分线剧情 一段是喜白科尔 面对加尔温关于她与太后关系的质问 科尔表示太后救了她两次 所以太后的一切要求她都会无条件地服从 他们或许终有一天会死在巨龙间的搏杀中 但如果真的死了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另一段是海蛇与埃琳的对话 这里解释了埃琳为何不愿接受海蛇的提拔 因为从小到大海蛇都没有关心过他们兄弟 直到正统继承人相继离世 这所谓的父亲才横空出现 所以她立下誓言要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片天地 深夜的龙石岛上太后见到了雷姐 两人先是一番互相拉扯 太后随即说出了她的计划 伊蒙德即将与科尔会合前往赫伦堡 到时候海伦娜会以王后的身份设置 太后承诺她会让军林城的守卫放弃一切抵抗 雷姐可以不费一兵一族成功坐上铁王座 当提到处置伊耿的问题 太后连忙为其开拓 但雷姐的态度非常明确 必须要将伊耿处决 太后这句跟我走足以看出两人之间的情谊 而如今不仅各位其主 雷姐也不可能放弃那家族世代守护的秘密 兵与火之歌 故事最后是一段为第三季铺垫的平行剪辑 海塔尔家的部队从旧阵缓缓进发 绿党 盘旋在天空上的正是戴伦王子的巨龙特赛里恩 北京狼家的部队也已抵达鸾河城 黑党 打算借助河流一路南下后支援赫伦堡 兰尼斯特 绿党 从西境出发沿着河间大岛一路向东 河间帝竟在眼前不远处便是图利家所在的奔流城 赫伦堡的戴蒙正在清点军队 随时准备与绿党正面交锋 三城同盟的舰队浩浩荡荡 他们横跨峡海准备前往侯道与海蛇的舰队展开较量 对巨龙抱有执念雷尼亚几经辗转 终于发现了那条以羊为石的巨龙 偷羊贼 曾经的全臣奥托被关在了一个地方 看来他在夏季还会有所作为 而最惨的莫过于伊耿 他不仅成了落跑国王 还被亲生母亲判了死刑 本季中